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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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婚姻如结婚 你把老公子跟着我干嘛 什么 结婚 连皇室公主求爱他都没答应 什么样的结识家人才能得到这位无上天真的亲爱 各方巨头三千战神十万宗师 天来功宁天尊 让他们都算了吧 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履行三年前的婚约 以及调查我三年前叶家不平民的真相 是 天尊 帝人云州总督杨昂拜见天尊 国主知道您回来 特意送上皇朝一号别墅 国主有心了 冰凤大人 还带来了您的至尊性贞龙令 这个你先收着吧 指令可证实在一切 天尊高义 悲直败祖 都算了吧 我还要去见我的未婚妻 是 叶云霄 跟我回去结婚 你就是云霄 喂 你干嘛 抢婚 我爸安排我跟你相亲的事 你都知道吧 马上跟我回去结婚 你走开 云霄哥哥曾经救了我一命 我必须以身相冒败 这是我爸和长辈定下的婚礼 必须旅行 二位 能不能问我的意见 不能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是梦幻集团总裁 张艺女王 不必那个未婚妻漂亮 我可是龙国第一女战士 嫌他还是嫌我 我两个都不选 没想到这小子跑起来还挺帅的 有个性 我喜欢 花痴 既然我爸这么看好他的话 那他注定是有苏灵飞的大人 这里一位封锁 云霄还没下飞机吗 姐 那可是梦幻集团总裁云梦瑶的车队 难怪机场被封锁了 信是这位全球第一千金 我们得找机会 见证他 若是能够结交这位商业女王 姐姐的公司啊 一定平铺青云 可云霄怎么办 一会儿他出来找不到我们 叶云霄又不是假孩子 难道还能丢了不成 当然是女儿的事业最重要 言真 我们麾下的梦幻集团 已经统一跟您未婚妻的公司 进行百亿项目合作 好 我看到若雪了 先挂了 伯母伯母 若雪 小语 你们都来了 你的架子可真大呀 需要我们一家人来接 云霄 你运气可真好啊 见到那位梦幻集团你总裁了吗 见到了 不过你放心啊 他们的求婚我已经拒绝了 你在说什么啊 全球第一女千金向你求婚 你是为了讨好我姐 真能扯呀 是真的 还有一个什么龙国第一女战神 我也拒绝了 不过分啊 谁不知道这两位女神 是我和我姐的偶像 所以刻意给他们来抬高自己 真是假的 叶云霄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胡话了 好了 云霄一个玩笑而已 别叫这儿 我们先去吃饭吧 云霄啊 最近在哪里高救呢 我还没有工作 我这次回来 主要是为了感谢婆婆对我的照顾 还有旅行跟若雪的婚约 叶云霄啊 你现在呢 一穷二白 婚约的事情还是以后不要再谈了 我是不会让一个废物做我老公 叶云霄 你们家早就破产了 说白了现在的你 就只是一个无业游民 而我的女儿是身家千万的总裁 你配得上吗 追我姐的人 至少都是情上的养身家上义的老总 一个穷光蛋 还想吃天鹅肉 且啊 我看啊 这婚约还是退就 婚约怎么能说退就退 我看云霄这孩子挺不错 只要人品好就行 我不放心 若雪嫁给我 一定会幸福 你拿什么给若雪嫁 人家秦少可承诺了 千万台 外加豪车别墅 那你呢 他那些拉姐配拿出来干台里 我这里有一套皇朝别墅 皇亲国旗御用 皇朝别墅 那可是全云州最顶级的别墅 听说价值一个亿 有些人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你们的业家遗嘟拿什么买 大话经有 一个亿 我看你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吧 叶云霄 我呢 也不是一个势力的女人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进入 可是你呢 原地踏步 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如今的我 早已生长非凡 一旦谈称宏 换集团那个百亿相 你觉得你还配得上我 你就是这么看吗 当年定习的婚约 你不是已经同意了 以前的你啊 是帝都的叶家大少 可现在呢 你但凡要是上进一点 我也不至于对你这么失望 我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和我相互鼓齿的男 而不是一个废 如果你觉得我没有上进行 但你完全是想太多了 我刚才往上查了一遍 云霄这张门禁卡是 黄巢别墅一号楼 那条楼网 价值百一 什么 我以前也说 云霄肯定会有出息的 其实吧 你俩的婚礼呢 我也是同意的 这个 海里就不要了 但是这房子吧 得改成我们若雪的名字 你真的有黄巢别墅 一号楼的房产 这么好的演技 不去跑龙炮 真是可惜了 陈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据我所知 黄巢别墅一号楼 归属于战队 不对外属 而且至少都得是 战神级别的大人 我才能入住 我这样说 你够不买了吗 好啊 你都废物竟敢欠我 叶云霄 你真是无可救药 战神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能入住 你有什么情况 拍庄呢 你以为你是谁啊 知不知道战神 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你只能仰望 战神还不能跟我相提 并论 这套皇朝别墅 就是国主送我的 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就是成为女战神 一个废物 居然敢大言不才 你追到战神意味着什么吗 叶云霄 我知道 你看到我如今的成就 心里不平衡 但是没必要 用这种幼稚的谎言 来维护你那一点 忍不住尊 拿一张仿制的 假的门机场 偏偏学生命还可以 你又是什么东西 本寿 信心 凝睡 秦寿 秦寿 秦寿可是贵逼 拿是您的顶嘴 阿姨 算了 我呢 不会跟用底层的一般见识 今天晚上 梦幻集团有一个红酒晚会 我正好 带着洛宿去梦幻集团 见一下那个 林州区的负责人 如总监 促成那份百艺合同 谢谢秦寿 梦幻集团的百艺合同 本来就是我维护学准备的 这个项目明明就是秦寿帮我谈成的 每次明天这种事都说谎 太令我失望了 秦寿还没资格拿这个百艺合同 拿不到 难道你拿得到吗 我告诉你 但你没有个职业 连见到我这间无可动 请问哪位是林若雪女士 我就是 林总裁您好 我是孟幻集团 合同端元录理 您送来了 百艺合同 是总监让你送过来的吗 是云总裁 幸福让我送来 秦寿真是深藏不露 还是是云总裁 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秦少可真是深藏不露 还认识云总裁啊 伯伯 别不客气 这不全是为了乐趣啊 哈哈哈哈 文八经事 你一个没有工作的废物 还能跟秦少相机辨论 你当时会打车随棍上了 既然你说合同是你谈成的 那你就说说看项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说不出来呢 就是撒谎了 具体我没有顾问 有些人啊 没本事还有一 叶玉章 您知道还在场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丢人见影了 你不要脸 有文件还要 如果您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您梦远 没想到啊 你会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需要找优惠吗 在哪儿马上到 我是想问一下 雪月公司跟梦幻公司的合作百艺项目 具体是什么那种 不就是开发云州新界的项目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 哦 我懂了 原来是我爸送给你 怪不得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都给了雪月公司 好 我明白了 小姐 那江湘胆敢挂你对话 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缘分嘛 上天安 我已经问清楚了 就是开发云州新界 雪月公司可以拿到百分之九十的利润 这么高的利润 岂不是相当于白送 真是张口就来啊 情敌之蛙呀 也就这点见识了 你知道这个利润是什么概念吗 那位商业女王能够取得成功 脑子可不会饭活了 还送这么大的项目 叶云霄啊 您为了说一个谎言 就用另一个谎言来言 说不出 说不出 说不出啊 姐 快把合同拿出来 让她彻底不信 算了 叶云霄也只是不信之事 大家一起看看 死鸭子嘴硬 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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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同里真写着 雪月公司占百分之九十利润 百亿项目 只需投资一个亿 都可以拿到百分之九十的利润 这个商业女王 怎么会这么大好处 我知道 肯定是秦少托了云总裁的关系 秦少呀 你可对我们雪儿太好了 我跟云总裁呢 虽然有些交情 但也没想到这一次 既然可以这么有 然后能帮到热雪就行 奇怪 我跟云总裁跟着我说 他凭什么让你 算了 先把我拦在自己身上再说 这简直是神重 拿下林若雪 会变得容易 秦少 日子 算我欠你个大人情 哎 别这么说 都是自己人的 这家伙 居然还说自己认识云总裁 刚才也不知道找谁冒充演戏呢 今晚的红酒晚会 云总裁将会亲自出席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一赌他的风采 云总裁也会来 当然了 而且据说 云总裁会向各地名流 介绍自己的婚姻 不是吧 这位顶级千金 居然有未婚夫了 云总裁这么耀眼 他的未婚夫 想到大友 不是我们这种人 可以接触到的 那我们可一定得 好好结识这位大人物 不像某些人 我可没有答应 孟遥的成婚 你是得了什么妄想症吧 叶云霄你有完没完 你不觉得自己像个跳梁找手吗 如果你们不相信 今晚见到云梦瑶 明确都不真相打败 要不我们打个 你要是云总裁的未婚夫 我就跪下 给你喝三个想 你要是云总裁的未婚夫 我就跪下 给你喝三个想 孟遥 孟遥 孟遥什么 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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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输定 人家商业女王的未婚夫 肯定是天上的神龙 你是地下的蚯蚓 哪里来的自信呀 小子 你根本不知道这场晚会的规格 参加至少身价不远 而你 连门都没资格进 我不用谁带我去 林孟遥会求着我去 现实 一切在林孟 这也想办了 他以为是他那些猪鹏狗友的聚会呢 若许 不管怎么说 林孟也算是你的未婚夫 带着他吧 你疯了 带上他岂不是拉低人的身份 爸 马斯说的没有错 毕竟 他跟我不是一个同事的 更何况 等我彻底拿下了梦幻集团的百亿相 我就是云州 乃至整个龙国的最耀眼的商业乔丑 这么窝囊的问孙夫 我可不承认 若许 你的选择 看这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秦少 真的很感谢你能帮我 不过 目前我一门心思不在事业上 还需要点时间 等我拿下梦幻集团的百亿相 我一定 好好谢谢你 喂 我春晚举办了一场红酒晚会 就跟你们来当我的午饭好吧 我会去 但我不会当你的午饭 天啊 你居然答应会来 叶云霄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自然是来参加红酒晚会的 不要脸 又上来凑我姐的光 雪儿 看我的面子 帮到叶晓吧 算了 既然来都来了 我就带你认识一下里面的社会名流 这对你来说 可能是个天大的机缘 你可得好好把握呀 云梦阳马上就来接我 云梦阳马上就来接我 现在是晚上 不是白天 叶云霄 你怎么还在这儿做白日梦呢 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是不要带进去了 叶云霄 你知不知道 你为了你那点自尊心 即将做过一场天大的机缘 你以为你的地位 能和我相提并论的 就是 赖行的小吃天鹅肉 叶云霄 你以为你仨这样的谎 就能挽回你的尊严 让我高看你一眼 没有我的暗中扶持 你以为你能坐在今天的位置 叶云霄 你就别再逞强了 这等商业女王 她怎么可能亲自接待给你 伯父 相信我 自要灭佛受罪 还在这儿无说八道 叶云霄 我真的对你太失望 像你这种满口谎言 一无是处的废 我是不会嫁给你 有眼不知真龙 你叶云霄这样万中无一的好男人 就是 老公 哪儿啊 不要乱吃 好家伙 看不出来你玩的还挺花呀 这么快就找到个骚狐狸 叶云霄 你什么意思啊 追不上我的女儿 弄了狐狸精来气场 叶云霄 收起你那些欲情故纵的把 就这样的女人 还不足以让我生气 女秀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呀 野鸡配狗 天长地久 小鸭子嘴还挺丑 你知不知道你招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敢打我 你犯个什么东西啊 我姐可是梦幻之团的贵宾 他得罪我们 对啊 贵宾 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就取消你们的入场资格好了 笑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取消林家的入场资格 他舔得还挺像的 叶云霄 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 找人来演出场次 但是最后被打脸的只会是你 姐我们进去 让他们在外面哄几百包 你们林家入场资格 就消了 我们可是梦幻集团的贵宾 你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 我是雪月公司的总裁 和梦幻集团有合作 你最好调查清楚 肯定是因为高材那两个家伙道士 应该把他们赶走才对 云霄 你走吧 让开 莫阳 算了 我伯父都有朋友 我不想让他们 好吧 那我就说说他们的入场 你去跟我们一起做一下 我先说 若雪 怎么回事 林上 你来得刚好 刚刚燕云霄闹事 害得我们失去了入场资格 这个卑鄙小人 就是见不得若雪 放心 我会解决这件事 吴总监 那个林家入会资格被取消是怎么回事 已经恢复了 云总裁刚刚下的命令 好 若雪 都解决了 而且是云总裁亲自下 多谢秦少 又麻烦你 客气客气 秦少 你可真厉害 还能请云总裁出面 认为云总裁很劝重我们林家的 待会儿一定要让那个废物 狐狸精好看 我要让那个球角四肢的 这种上路事故 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你真卑鄙 故意捣乱 想害我们失去入场资格 这个你也是 平日离我们待你不薄 你居然害我 我不是已经恢复你们的入场资格 林晓 真的是你帮忙的呀 双枪做事 明明就是秦少帮忙 乖他屁事 他这种垃圾能帮什么忙 你是不是想说 是你赵云总裁恢复的资格 你怎么知道 我就料到你会这么说 这明明就是秦少 打电话给吴总监 云总裁才出面的 叶云霄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可真让人恶心 我已经见了 算了 小的 我听说 你帮上了一个复活 可惜呀 那也不是你自身的呢 复活玩腻了 迟早会把你踢脚 李总裁 我们将家有一个三千万的项目 希望你一个云总裁 我们成家有一个千万项目 也想跟你合作一下 小子 你看 若雪这才真的有实力 而入了 其中几乎的垃圾 就算混起了 也都无人问起 一群捡狗子 你这个废物就不要嫉妒了 都是秦少提携 我们家雪儿才有今天的成就 哎呦 吴总监 您怎么亲自过来 秦少面子真大 吴总监都过来敬酒 都给他敬酒 他也配 我来是问你们 怎么坐在了云总裁 招待大人物的席位上 想死不成 这 这不怪我们的事啊 是 是个废物 才能放在这里的 对对对 吴总监 都怪这个废物 也一笑 没有想害我 这云梦瑶瑶坐这儿的 如果你们想坐也可以 难道他就是云总裁 就接待的大人物 你是云州区项目总监 吴能 我敬您一杯 我干了您随意啊 哎 吴总监 你是不是能说了 这就是个无业游民 想入罪林家会吃头死 他怎么可能是你说的大人物 叶月娇 只包不住火 你再这样装下去 只会一巴不可抽身 到时候可连我也帮不了你 你也这样 你要害我们若雪 失去那百亿丁担不成 什么 这种垃圾业在我面前装 抱歉 原来您才是林若雪林总裁 能否让我确定一下那份河上 项目可是董事长亲定下来的 上面还真是林若雪的名字 实在是抱怨 刚才是我失礼了 我赔赠一辈 废物 看 就是我姐帮了你 吴总监 现在你终于知道了 云总裁对若雪的看法 要不是挺少牵线扎桥 我们家雪儿也不会进入到云总裁的视线 这说到底啊 还是要谢谢秦少 此次项目达成 我必当重岁的秦少 姐 你要不以身相许 嫁给秦少得了 我赞成 我看我们家雪儿和秦少才是两配 林肖跟若雪 这毕竟还有婚约在 爸 我不求我的丈夫是个五蜴鹤鹤的战神 也不求是什么亿万总裁 但至少也是个社会精英吧 你看看他 不学无数就算了 还满嘴谎言 婚约的是 不要再提 这秦少在撒谎 你还想说百艺项目是你的功劳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项目 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若雪 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秦义 你不信我 信一个秦少 你要是有本事 谈成百艺项目的话 还用钱放百计 想抱住我们林家的大肥吗 叶云霄 你承认秦少 比你优秀有那么难吗 你以为通过贬低别人 都能排到自己了 幼稚 我幼稚 就这种垃圾 还没有资格让我抹黑 哎 优秀的人 总会让别人赢 幼稚 没必要跟什么项目一起 叶云霄 你看看人家秦少的度量 再看看你自己 你不觉得羞愧吗 你都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就一口咬尖是我的错 事情的真相 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我的百艺项目 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以后不要再来缠着我 区区一个百艺项目 就蒙蔽了你的双眼 很好 看来这个项目也没必要给你了 干脆取消算 这是我们梦幻集团在云州的项目 只好取消 由我这个云州区的项目总监说了算 算个什么狗东西还可大言不惨 这非有指挥无能的恐目罢了 这什么都做不了 别说是一个小狗的顶尖了 就在这云梦瑶了 他也不敢说一个不 因为整个梦幻集团也不过是我的肤价 梦幻集团全球执行总裁云梦瑶到 这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 怎么可能是云总裁 小狐狸 别说这类了 这种大人物咱们可别费不起 我看不起的人竟然是我的偶像 你在说什么 没 没什么 放心吧 这小子撕毁了百亿核桃 还侮辱梦幻集团 他死定了 运动台 就是那条疯狗 撕毁了梦幻集团的百亿核桃 而且还说就算你来了也得闭嘴 这不摆明了侮辱你们 真是不知死活 我们真的叫保安 抓住 还说梦幻集团都是他的 这分明是在 对整个梦幻集团的挑衅 总裁 这是我的失职 我一定要让这个废物生不如子 给集团一个交代 还有这么回事 叶云霄 是你吃的 没错 小姐 这人怎么能这么胡作为人 这可是百亿合同 不知道多少人都愤若珍宝 叶云霄 你是不见官才不落泪吗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认罪 如果道歉有用 还有兵不干嘛 这样的惩罚太轻了 他根本不会记得教训 废物 云总裁在想 你还敢想 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看你今晚怎么死 来人 断他一双手 我们梦幻集团的合同 可不是这种底层垃圾可以碰的 撕得好 有个子 林若雪 你真的要退婚 如此品性卑劣之人 我怎么可能还会嫁给他 若雪 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爸 这不是冲动 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那有没有什么婚书 会不会成为数 一切云霄云散 我们林家 与叶云霄 恩赚意 女儿 做得好 干脆利落 姐姐这才是女董台的风范 很好 我也很记得 正好 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 有为婚夫 这位千云女总裁居然有未婚夫了 肯定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人 那是自然 我们梦幻集团的资本是你们永远无法想象的 能配得上我们大小姐的人 那至少都是什么石油王子 绝代债人 不过是金城第一家族 王家的大少爷 王腾吧 真羡慕云大小姐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未婚夫 自己优秀 只有更优秀的人才配得上 姐 你甩掉那个废物 是对的 不知道云大小姐的未婚夫 是哪位天之娇子啊 真是令人期待啊 余梦遥 我可没有答应过 要过你的未婚夫 这个垃圾在说什么呢 哇 你一定的富工赛可乱飞 老子马上拔了个车头 叶昀 虽然我和你退婚了 你也没必要发疯吧 这家伙呀 就是被刺激的脑子都坏掉 他连我女儿的脚趾头都配不上 还妄想娶云大小姐 吃错药了吧你 云小姐是天上的奉负 而你不过是个臭水锅的魔术 连云小姐都在谢 你还是快快跪下认罪 祈求女神 饶你一条狗命 你让我对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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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你们都给我闭嘴 你们敢对我未婚夫妇警是不想找死啊 这不可能 您那小姐 我知道这家伙似乎是你包养的小白脸 看你也没有必要这样为婚夫妻 林总裁 他就是个门口广化的家伙 值不值得你这样说的 小姐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们受不了这刺激 原来是开玩笑呀 谁跟你们开玩笑了 小姐你考得清楚啊 拿了 有没有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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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考虑 没有去学校 林小姐 她就是一个一无是数门口访话的家伙 连入坠我们林家都不配 我都看不上 哪配得上您啊 是你自己演瞎 放弃云霄这样的情谊 云霄姐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骗子在那骗你啊 这穷鬼连一番财力都拿不出来 凭什么去林大小姐 我做事还需要向你们解释 跟我谈资格 若不是之前云霄替你们求情 你们连进入会场的资格都没有 什么 难道不是秦少给吴总监打电话 然后拧猜下达的命令吗 我可从来没接到过什么电话啊 云大小姐 他肯定是用什么手段骗了你 他骗我为心甘情愿 就怕他连骗都不愿 云小姐 你是天生的父母 为何会看出这种土狗啊 至少比你帅 我就不明白了有些人 帅都不选选丑了 你就不担心下一代的基因啊 帅又不能当饭吃 这个社会看的是能力 金钱全是地位人脉 他一样都没有 他凭什么呢 那你又凭什么 若不是云霄的暗中帮助 你以为那百亿项目跟你有半包钱关系 那明明就是我自己的努力 还有群生的帮助 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讳我为分付 那今后我只能拒绝和你雪月公司的一切合作 你 欣然才是 回去店高总 那什么东西 你不立刻给云总才道歉 妈 明明就是他们的错 你还敢顶嘴 现在是你任性的时候吗 难不成真的要得罪梦幻集团吗 就算没了梦幻集团那张百亿合作 那我就不能找其他项目了吗 你刚刚是没看到 有多少富家大商想找我合作 金少 你不是说有个商业的项目想找我合作吗 呃 这个我得回去跟我父亲商量商量 林小姐之前说的合作还是从长期不作数 我们那个项目比较有一些变化 不好意思 你们 哎呦 云总裁实在抱歉 是我把雪儿宠坏了才冲撞了你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们雪儿也是很努力的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们搞错对象了吧 你们该求的是我未婚夫不是我 还不快给云霄道歉 我就说云霄是个好孩子 若雪实在是太通通了 你们让我给他道歉 你自己退个婚 你不道歉谁道歉 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承担 我 对不起 你跟谁道歉 金无道 叶云霄 对不起 孟瑶 报告 真是戏剧性 没想到退婚的林若雪 得罪了雲总裁 恐怕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跟他们俩合作了 叶云霄 你早就认识了云总裁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想让我当人大家面出仇 我林家以前带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家披上铁路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是你们一直不信 你根本没有说清楚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羞辱我们林家 故意做局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给你们的教训不够是吧 还敢对我未婚夫射三道四 是不是非要你们林家破产 你们才肯消停 莫阳 我必须死 见云霄 你也不要太得意 扣一个女人上问 算什么本事 就是 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而已 但哪天被人甩了 他就是个废 能吃本小姐的软饭 那是天大粉 今天 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 小兰 我把口圈合同打开 是小姐 是小姐 这是孟幻集团的千亿股选者让火 我送你当作家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千亿股动 我看以后谁还敢看不起你 是啊 把你吃到这个份上 整个门地天了 云霄啊 都是我们不对 莉娜 念在昔日情分上 你总该回报一下我们民家吧 给我们十个亿行不行 妈 能不能有点零 你有本事赚十个亿吗 没有的话你就闭嘴 以后云霄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不然的话我就不认为经理了 你还真是大 宣伐的股权你说中就中 怎么着 你问过我了吗 二叔 您怎么来了 还有总统 我要纠正你 云中克先生 已经是梦幻集团的总师长了 你胡说 我父亲才是董事长 你父亲 他无数会已经被抓了 我现在是蒙幻集团的董事长 仨伙 我父亲肃然光明磊落 其关系强硬 不可能被抓 你怕我 你拨打的电话 已经关机 怎么样 你相信了吧 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陷害过人家 你父亲顶多是跟战神级别的人接触 而我呢 我都是跟战神店的周店主合作谈生意 他怎么跟我斗 他怎么跟我斗啊 战神店店主 那不是并不畏高全都的大人物吗 听说曾经 是贴帮二把手 兵奉大人 挥下的手术的好 请说 听我见识了 以后啊 你就当我一条狗 给我客家不愿 董事长您抱歉 小的比较安全吗 别上 别上 以后请做多关照啊 小姐 这样的大人物 您跟我惹不起啊 二叔 这些年我父亲给你的已经足够多了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那点事实 你该好意思说 啊 也是啊 你们家现在已经破厂了 我也随便给你个几百块 免得你又不接头 谢谢我呀 啊 孟悠 别担心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 我定会护你周去 哎呀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不就报应来了吗 你刚才不是很得意吗 现在啊 你一定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吧 靠别人 爬上高位 我摔下来 只会月餐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所在的高度 随区一个店主而已 有我在 他敢来吗 大胆 你是哪儿冒出的公民之辈 不知道死度是怎么写的吗 刘总是 他现在可是云梦瑶的未婚夫呢 以为攀上了高极 没想到被打玉言行了吧 哈哈 云小姐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早就说了 这个家伙呀 是个灾心 只会让你雪上加霜 哎 真替云小姐感到悲哀呀 摊上这么个 害人惊 丁云小 你还不赶紧闭嘴 你想害死我家小姐不成 店主这种大人物 不是你等能冒犯的 云小 你的好友我信你了 还是我来扯人 你凭什么扯人 敢无你店主 必死无疑 云小他只是不知道店主的身份 他并没有恶意 不知道 不会是从什么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 什么店主 不就是以前冰凤的一个手下而已 连冰凤都要听我 他算什么东西 哎呀 佩服佩服 好久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章正的年轻人了 还冰凤大人都听你的 你以为你是天门之主 没错 我就是天门之主 天尊 这话 他以为他是天尊 这家伙呀 肯定是得了十心疯 遭受连番打击 从天堂跌落地狱 撑了眼这么长 爸 你看看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未婚夫 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啊 女儿呀 还好你把他撇得干干净净 要不然可把我们连累惨了 得罪了那么多大人物 可是要出连九族的 大小 大小 那继续说 那继续说 小子 你说你是天尊 那你就干脆拿出天尊的信物 真龙令出来 小子张 开开眼界呀 你们没有资格看 孟瑶是我的未婚妻 只有他可以看 这家伙是戏子出身吧 这眼睛一套一套的 哈哈哈哈 他恐怕不知道天尊是什么样的存在 天尊乃是世界第一大事 天尊更是横压一世的巨头 连大国首脑都要敬畏的存在 变云霄 你就算要冒充大人物 也不用找天尊这样的至高存在吧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 他已经无可救药 别说是天尊了 就算是冰凤大人 都是他能够接触的道 能够远远的瞻仰一眼 都已经是他的三生有幸 这就叫不去者名为 哈哈哈哈 这非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了妄想正吗 我都想看看 真龙令没有送过来 这个家伙怎么圆晃 他要是有真龙令 还用到处攀附女人 我都给他跪下铁鞋 你想给我铁鞋 别做梦了 我先放 你真是早离头来嘴硬 雨晓 不必跟他们交 我父亲早有预测 让我准备了后手 是一个腾龙计划项目 足足五星亿的 一旦启动 你一旦立刻可以都身在气 什么 五千亿 五千亿 就算失去梦幻集团的掌控权 平家也足以再次飞黄腾达 这么大的项目 如果我的血肉公司 能摘四片脚料 还不能屏不清云 这辈子 为你亲那么好 你们以后 给个项目帮盘 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 这可不是梦幻集团的项目 云中鹤女 插不了手 是吗 梦幻阳 把这份文件 这个项目本身没有问题 可是你名下的资金 问题可就大 好好看一看吧 我要是把这份文件 交给云州总统 你还有什么资格 去谈投资 你该考虑考虑 是不是会吃老饭吗 真想不到 高高在上的商业女王 也有吃牢饭的那一天 我听说 里边有恶多的变态 倒不如便宜了我们 这些证据都是假的 假的 是不是假的 你可说了不算 董事长高明 他们要敢跟你做对 简直是自取死 没有任何犯事的预定 我们一定会收集证据 证明清白 我就是代表 杨总统而来的 请你们也贼质疑 你又是什么东西 做算是杨康也只能当我个司机而已 刘都市可是代表着总督府 云州各大集团都要对刘都市客客气气 你个废物街 大方角色 你是不是贤病成了 干 侮辱总督 侮辱总督府 今天谁都丢不了你 他这么大了你的嘴 看 把你弄出什么来 云州总督到 公民总督大人 杨总督来了 这下我看你们怎么死 这废物 还在做着千亿追绪的美梦呢 该醒醒了吧 他就是喜欢得意忘形 现在啊连云小姐都救不了他了 都是他精油尊许 东大人 这小子口出狂言 侮辱您 说您在那边见 连个屁都不是 还冒充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天尊 说自己有真龙令 受了真龙令 打烂他的嘴 到家会民众接住审判 打烂 总督大人 这种狂兔 不应该就地真罢了 既然您来了 就您亲手发动吧 真龙令在此 谁敢造次 什么 杨老师真把这真龙令 哪个问得了 这废物明明就是在胡言乱语 哪都是巧合 一定是巧合 谢云霄 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 真龙令 代表着天尊的威严 威慑五方十六国 天尊 暂时将真龙令 存放于龙国兵部 乃 一国之定喊神针 为的就是 震慑十方解晓 欲外之敌 你们竟敢怀疑 杨老师 您不是开门下吧 这 这真是真龙令 那个废物 实乱说一句 见真龙令 如见天尊 天威浩道 你们还不做出归家 祖族大人 这小人永远不失败者 还请祖族大人受罪 你们知道真龙令 还不杀鬼 这是好胆胆子 小姐 真龙令不会真的是 叶云霄的杨祖国送来的吧 别人说 那我们要不要跪下 不用 见真龙令如见天尊 你们还不跪下 你们造死不成 云小姐 您可是叶先生的未婚妻 无需行礼 大人 这云霄怎么这么败 这云霄怎么这么败 叶云霄 都是小人眼瞎 永远不是真龙 都是小人眼瞎 云霄 你当我一命啊 你当我一命啊 叶云霄 竟然能命名将组 带着这种 叶云霄 这事 他完了 华 鞋 你不说云霄 只是个废物吗 脑子这次被你害惨了 叶云霄 又有真龙令 岂不是代表 他是至高无上天尊 那我们岂不是 失去了无上机缘 云霄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 天尊 差点成了我的姐夫 不可能了 我怎么会看错人呢 雪儿呀 你赶紧挽回他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好机会 他一定还喜欢你 只要你诚心认错 诚心诚心求他 叶霄 对不起 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呢 叶霄 你会原谅我的吧 我们已经恩断义诀 没什么好说的 叶云霄 我姐已经放下面子了 你还想怎么样 放肆 竟敢对叶先生不定 杨总监 这上面的证据都是云忠赫 作假诬陷 请您明察 林小姐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这些证据 一看就是漏洞百出 杨总监 我和战神殿周建筑有亲密的合作关系 梦幻集团的事 你还是别扯手啊 林忠赫 拿店主来压我 是又如何 你不过是个战神级别的 得罪了店主 小心你乌杀不保 你可不要忘了 真龙令在此 就算是店主来了 也得保持十足的敬畏之心 你吓唬我 你以为我跟他们一样 经理之外没见识 林龙令和其真伟 怎么可能出现在你的手上 林忠赫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们 林龙令代表天尊 执掌天门一线 双雅天下 如国之玉玺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小的总督手里 董事长说的有道理 就算是见过真龙令的人 恐怕也了了无情 秦少 难道是真龙令 还有假的 刘独史是杨总督的人 自然由他来说 杨总督到底有没有权利执掌真龙令 杨总督伪造真龙令 我把全头不保 由刘独史接任总督 我觉得 不许是杨总督 没有 就算是总督 也远远没有这个权利执掌真龙令 刘独 你谁又反了不成 竟敢质疑真龙令 信不信我现在就处决了你 我大的胆子 谁被哪块破零牌出来 不敢冒充真龙令 我看亵渎天尊人是你 费口喷人 这龙令 是天尊亲自交易我手上保管 请容你再次卸毒 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天尊是什么样的人物 大家伙心里全清楚 这龙令会交给你一个小小的祖族 在云州 你可能是一场大佬 但是在天尊的眼里 你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你什么你 我看分明是云梦阳贵了你 你们演一场戏 我告诉你 这事儿让谁让店主知道 你吃不了 东西干 二叔 你太过分了 你没有证据只会破脏水 云州贺 你污蔑我可以 但是你竟敢亵渎真龙令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不用理会这群情理之吧 试问天下间 有谁这么大胆子 敢被盗真龙令 救命 你们也不动马子想想 谁吃了熊青豹子打 然后天下干不得 我也很好奇 你们为什么不怕死啊 各位 刚才也都听到了 刚才这废物叫人送来真龙令 杨总督马上就送来了 这世界上有这么巧合的事 很明显 穿得好的呗 搞了半天原来是假的 你这个废物胆子也太大了吧 你们还不过你干战罪 放肆 你可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吗 他就是天文之主 天尊 他是天尊 杨总督 你就是随便叫我人过来 就是天尊是吧 谁不知道 叶云霄 就是个废物 就是个软犯男 没错 他的家族很多年前就破产解散了 他从外地打工回来想娶我姐姐 结果一分钱财力都拿不出来 就他 怎么可能是天尊 叶云霄 你帮着云梦瑶冒充大人物 一定能拿到不少好处吧 可惜啊 犯下了杀头的大罪 拿到钱 你也没命花 这个扫把星犯了这等大罪 可不要连累我们才好 颜柯 你听到没有 你找一个废物来冒充天尊 你是不是嫌命长啊 找死的是你们 谁再敢冒犯天尊半句 本总督将他登场击毙 杨总督 你疯了 你烂用之战 我才能和你 好吓人 你看你威风好大呀 好 我现在就给建主打电话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你们 这回到 因为你这根属乎藏臣之地 我告诉你 很好 我也想看看冰凤手底下的人 都是些什么有眼无珠的过程 建主 我这有人 拿假的生龙律 足道充天尊 请您过来 祝福公道 你们完蛋了 叶如马上就来了 我劝你们 还是乖乖退在董事长面前求饶认罪 或许还能忍你们一条狗兵 天下 我和建主打电话就不够收场 没事 我们就在这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不敢动你一根横 是谁找子 敢假冒天尊 真的是战神殿殿殿主 那小子口出狂言 肯定要完蛋了 小语 你不是想加入战神殿吗 要在殿主面前好好表现 妈 知道 谁是保险 让殿主 把八分捧的 无法 本作业蒙是天文的议员 千尊威严不可冒犯 谁要敢冒犯天尊 本作第一个不饶他 殿主大人 就是他 胆大王 莫生天尊 叶云孝 见到殿主大人还不离开跪下 小子 有你一个人还没有这个胆量冒生天尊 到底是谁之事 错 你倒是有胆感 想对我大呼吓叫 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冰凤的手下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哈哈哈哈 本作活了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碰见像你这么狂胖的小子 那种都是杨康师师的 冰梦瑶 会 他把架子都没有带来 找到冰梦瑶 犯案 可心 越冰里 实惑 这种低劣的把戏 董事长自然逃不过连续会员 殿主大人 这位是我未婚夫 他是为了帮我才口出则严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他这个 蝎渡天尊乃是死罪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饶恕 说要 不必求他 一会儿只有他求我们的份 小子 还敢轻狂 周南天 是你嚣张 你他妈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 殿主在此 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 杨康 你竟敢拿 甲的镇龙令来糊弄我 我看你这个总督也快当兆头了 准备搞掉脑 来吧 你说这是甄龙令 有种 竟敢拿甲的来糊弄我 周南天 你你分了弥天大罪了你 别在这装枪做事了 你能护得了别人 还以为能护得了我 一个假的甄龙令 别说摔了 本座踩的又如何 你说甄龙令是假的 那我倒是要问问 你见过甄龙令吗 万一他是真的 你 就怕死了 还好本座与冰凤大人有密切联系 我早就听出兵凤大人 已派人把甄龙令送给天尊 而天尊就在皇朝别墅 你 还有什么话可说 周南天 天龙令在此 天尊在此 你还敢大逆不道 闭嘴吧 你现在自身斗了 连本座都没有见过甄龙令 你一个小小的总督 还妄想掌管甄龙令 真当天下人都是傻子吗 周南天 你现在赶紧下跪认错还来得及 否则 你将万劫不破 杨康 看看你是什么身份 我又是什么身份 本座现在就可以把你击打 原来冰凤的手下竟是这种货色 看来是我对他要求太宽松了 这死活的东西 敢敢亵渎冰凤大人 冰凤大人现在就在云中 一会儿等他来了 我让你们一个个儿都死得明白 冰凤 给你五分钟之内赶告 否则 自己去刑部引发 你这个废物怎么还在装 也对 趁死之前再装一波 好死明目 小子 敢对冰凤大人无礼 就凭你这句话 足够让你死伤一百次 明明是云中鹤陷害我 请害伪奏证据公信 要查也是先查他才对 如果不是他挑起事端 云霄也不会为了我出头犯下错误 你既然身为战神殿殿主就应该并查求好 本作如何做事 还用你来讲 滚开 云霄之女儿啊 你说你脑子印象聪明 怎么偏偏找这么精神病到老公呢 听书一句宣 赶紧把他废了 叫兵不出去 还好我的女儿跟这个灾情撇清了关系 云小姐 我必为了一个疯子 当送自己的幸福 我既然选择了 这辈子我就必定对他不离不弃 殿主 我相信兵方大人也不希望你难上 你犯了包屁嘴 我看你也想死吧 何许殿主亲自收拾 要背贴来难处 叶云霄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躲在女人背后 欠人敢侮辱殿主 就该给你张嘴 谢雨晓 你吃了熟悉暴死 连刘宗师都干的 这是妙是兵部 我看他是想把老底做穿 分明是刘灰不分青红倒白 罪有应得 我还要严调 何者查办 好啊 你果然算了好处 明武之男的包批他们 好大的光威啊 连我这个店主都不放在眼里 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阻拦我 周南天 你最好不要自悟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本座面对千军万马都毫不畏惧 更何况是一个小毛贼 叶云霄 你惹怒店主 自费武功谢罪也就罢了 何故牵连身边人 惹到我 才是他最愚蠢的行为 以为自己会点伸手就敢逞凶 可惜在我面前 依旧是留意 店主大人 和一人连败 狱外九大战神 你不过只会挤下三角猫功夫 就以为自己厉害了 真是坐井观天 店主的经济也超越战神 仅在冰空大战之下 这个世界上 和你没几个人可以是他最受 杨坑要是敢放抗 也得死 这非我能死在店主上 也是荣幸 只要你能接得了我意 我就饶你这条狗蜜 林峰大人 属下参见冰封大人 冰封大人 这里有人伪造真龙令 假冒天尊还敢行凶 属下正要处决这帮恶徒 真龙令怎么坐在地上 是谁 他敢谢你真龙令 林峰大人 你有过头 就是罪魁祸首 他也敢谢你 说是无论 非误 现在知道错了 后悔了 冰封大人 是天尊麾下的第一人 全世滔天 你一个龙眼 也敢冒犯 你一百球兵也不够钱的 这有你说话 笨 这 对不起 冰封大人 这算了 林峰大人 我是梦幻皮层的董事长 我那持绿 我从外人冒生存存 实在是最大的 我那一脑 一滅筋 你无需受杀了 林峰大人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所有罪责 你还承担 你凭什么承担 林峰 我还真是看错你了 到现在你还不敢承认错误 一直躲在女人后面 天云霄 你有种就自己承担罪行 别让我们都瞧不起你 谁有罪 谁没有罪 是我说了算 放肆 冰封大人再次 你还敢口出谎言 冰封大人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没有任何冒犯 冰封大人 杨康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他竟然刚为你造真龙力 施法犯法 所以下一代 请你罢了 你血口喷人 还不敢你跪下 此牌借罪 刘都使这次立了大功 冰封大人 这总督的位置 不如让他接的样子 多谢天中伤势 真龙令是本座让杨总督附送的 你的意思是 本座伪造真龙令 我 你 你 冰封大人 那真令 你们是假的 一个龙眼 屡屡了是天位 简直是不知死 还让我眼 你这种小微恶 冰封大人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以下犯上 死 不死 真龙令是这 那叶云霄更加死罪带头 冰封大人 那废物竟然敢假传您的口语 让杨总督送来真龙令 罪该问 冰封大人 此人冒充千军罪无可恕 属下恳请向他当场击毙 这可是孤九族大罪 一种他要死 死在身边人 送去 这可跟我们林家没有关系啊 就在刚刚 我们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 严云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今天就算是你认罪 也晚了 你顾紧自作自受 还牵连到身边的人 真是非计 那就少说两句吧 林晓也是客气 真龙令是我让杨康送 你也要罚我 属下之罪 属下以为是杨康伪造的 还请避风大人恕罪 钟南天 我早就说过 你亵渎真龙令 不会有什么好象 可是你偏偏要一孤行 不但把真龙令扔在地上 还把天亮的踩在脚下 什么 钟南天 你好大的胆 严云霄大人 看着我昨年 为天明效率的会儿上 还请严云霄大人 饶我一命啊 把他们带下去 严云霄大人好象的实力啊 全一斩 就把电影的胸位飞掉 唐当天主 亵渎真龙令都要免费 令人家假冒天罪 只会死得更凄惨 云小姐 是我的失职 让这些狂徒 惊扰了您的宴会 您受到惊吓 我感到非常抱歉 啊 不敢不敢 不必道歉 这也是天尊的意思 要是您不原谅我 我难辞提 什么 天尊居然看上了一共有 他还真是幸运啊 论美貌才华 我姐 你未必比不上他呀 天尊那样的存在 我们只能养望 那就 冰凤大人 我接受您的道歉 对了 天尊他在什么地方 我想亲自的门道歉 天尊就住在 皇朝别墅一号了 还有 不要再叫我大人了 天尊会不高兴 多谢冰凤 姐姐告知 冰凤大人 我家小姐被冤枉 她不受惠 我怕要失去 孟范子团执行总裁的位置 放心吧 我不让孟范子团 恢复林小姐 执行总裁的指挥 还有 也会让林小姐的父亲 托罪 怎么能劳烦冰凤姐姐呢 谢谢冰凤大人 冰凤大人 我现在是 孟范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您这么做 不合规矩吧 你要跟我谈规矩 不不不 小人不敢 可是 我代理孟范集团组长 那是王家王少的意思 您这么做 我没法向王家交代 地独第一家的王家 掌管着龙国五分之一的经济命脉 还有兵分不少力量 那王少 岂不是 皇子一般的大人 没想到云董事长 没有还有这么惊人的火灰 不计独第一大少 我也是文明九眼 王家族党曾经自豪散叹 古儿王腾 有天王之子 王少年纪轻轻 就是战神境了 未来的确有希望 追逐天尊的脚步 仰望天尊的相辈 您看我跟着引动作势 也算是王少亏驾 将来啊 肯定前途无量 秦少 以后要多多关照 我们家弱雪呀 客气客气 有件事情你们还不知道吧 王少曾经受到过天尊的赞许 说王少有天赋 看来 王少竟然是铁龙一般的天使教擦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 我是真佩服的 这么大腻子不到的话 都能说出来啊 冰宋大人在场 你还敢打烟不惭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天尊赏识的是云小姐 不是你 还敢撤虎皮扛大臣 天尊是何等存在 你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你沾了云小姐的光 还不知道收敛 云小姐吃了被你害死 帝都王家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冰宫大人 您不会连王叔的面子都不给吧 我管你是什么王少还是王八 谁有意见 到头来找我 谁说干什么气呀 全个王家都是藏在眼里 王少 你来了 王少大家光临 真是彭壁神辉 您是什么东西 他对云州很熟悉 我就说他当了一条狗 对对对 王少 我一定给您安排明白 是条好走 来人 赏他一个亿 多谢我王少台 王少呀 那个我的两个女儿呀 对云州的业务也很是熟悉 一定能帮上您的忙 要不您看提携一下 我只是 正好 我缺几个女 要快谢谢王少 妈 人家用的是女奴 我才不去呢 你没 你就别在这丢脸了 给我闭嘴吧 你有本事认识这种大人物吗 你只会给女儿介绍废物当未婚夫 嘿 王少真的是战神镜 居然这么年轻 不过是战神镜而已 有什么大天生快乐 跟着我 迟早也让你踏入这个境 真的吗 感谢王少 先别着急谢我 我得看看你的表现 能让本少满意了才是 为了家族力 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一个环库当女 我也是长见识 哪来的垃圾 谁让你多嘴的 汪涛 吃饱料子吧 敢在这里大呼吵叫的 冰魂大人 抱歉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 小金破手口出 给你王家赵了力 谁在 冰魂大人在此 我自然不敢走 看在你爷爷 是龙国功勋的份上 这次就饶了你 再也下一次 你王再也好 冰魂大人严重了 我此次前来 乃是特意准备了一株千年雪莲 献给你 居然是千年雪莲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去说能够生死的肉白骨 你为什么王少 你收手就是大手臂 冰魂大人 我希望能够亲自献给你 天真大人也是你想见这头见的 还望冰魂大人 能替我多美严谨 我给冰魂大人 也准备了一份套礼 没事 云小姐 有缘再见 丁公姐姐 慢点 云梦瑶 你别以为攀附上了丁凤 就可以高枕无夭了 我此次前来云州 就是为了定见天尊 一旦我得到天尊的认识 天封 他算个屁呀 他也奈何不了我 那是自然 以王少的精识天赋 那肯定让天尊刮目相看 到时候王少必将鱼越龙门成为当时第一车角 一个靠药物堆积起来的废物 有什么好备 刚才要不是冰凤在这里 你早就躺下 居然还敢在这里狂吠 你个废物还敢大言不识 王少天赋异禀 岂是你有底层垃圾的楼椅侧呢 心底之蛙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如此年轻的战神意味着什么 葬他这种底层的蝼蚁 永远不会明白我所到达的城市 那是自然 王少可是真正的天知骄子 有些人一辈子都走不到罗马 而王少他就生在罗马 我只能说 就算是罗马的所有皇室 都得匍匐在我的脚下 李少 真不知道你的优越感来到哪里 我看你就是制度王少而已 承认别人的强大很难吗 论家世地位金钱实力 王少哪一点不比你强一万倍啊 在我眼里 我为婚夫才是最优秀 云梦爷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这小子最大的仪仗 否则他怎么看这么形成 不过你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梦幻集团本上志在地 虽然你们王家有点实力 但想分下梦幻集团 就不怕撑 我王家的能量 岂是你能够想象的 何况 我很快就会见到天尊 有着天尊的支持 拿您一个梦幻集团 还不是轻而易举啊 侄女啊 你还乖乖就范吧 免得彻底失智梦幻集团 让你们一家人都流落街头 二叔 你勾结外人坑害族人 不会好下场 林小姐 你这么说可就是对 这叫实实物者为俊仪 人往高出 而像你这种身边那个废物 他能为你做些事 他不过就只能拖累你而已 刚才兵幻大人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 再多一句废话 叫你永远闭嘴 刚才兵幻大人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 再多一句废话 叫你永远闭嘴 你一个小小的总督 应该在本上面去想着 别以为拿着冰锋的名头 就可以压住 梦幻集团 我拿定了 那我就看看你要怎样 云梦瑶 我知道你对铜龙计划有信心 企图借此一举办 但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铜龙计划下 你由最初的五千亿 增值到了一万亿 可你的极限就是五千亿 你拿什么斩 什么 少见人 这还用谎片 万国商会很快就会发出提案 万国商会 那可是国际最大经济组织 有多个经济强国组成 要说他们的会长 是全球首顾也不为过 这才是真正的商业传奇吧 那位会长虽然很厉害 但是也得听从天尊的意见 这么说来 我们还是得见到天尊 没错 铜龙计划增值到一万亿 最终也得天尊拍板 等我见到天尊之后 我看到了 还有什么机会 也只有王少这样的盖世天将 才能接触到天尊 绿珠王少 马道成功 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 因为本少就喜欢看着对手 一步步走向绝望的样子 一切尚未有并做 你们别 放心吧 万国商会只会听我的命令 让他们把铜龙计划交给你 这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叶云霄 就你也敢冒陈天尊 等我们到黄超别墅 见到天尊 看你怎么身败名裂 没什么真本事 只会甜言蜜语红女人 林小姐 我劝你还是趁早 踢开这个爱吹牛的家伙 免得被拖累 下场更难开 我们走 让他们继续做白日梦 走吧 别怕 跟着晚上才有肉吃 走 走 走 允肖 抱歉 我也没想到 若雪会变成这样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于伯父 叶先生 云小姐 我要去处理一下后面的事情 告辞了 小姐 你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天尊才行 想见天尊 谈何容易 天尊不是在黄超别墅吗 而且按照冰森大人所言 天尊对小姐很是欣赏 小姐只要主动一点 天尊也必不放心 别乱说话 允肖 你不会吃素材 我为什么要是自己的 你能有这种RQ精神 也算得上是一个优点 允肖 我对天尊只有憧憬 绝不掺杂任何感情 希望你不要误会我 梦幻集团是我和我父亲的心血 如今挽救的办法 我又找到天尊帮忙才行 嗯 天尊会同意的 嗯 天尊会同意的 虽然明明知道你是在安慰 但是你这明知自信的语气 听起来倒上而舒服 林香 我猜得到你和天尊有点关系 甚至还可能是天尊的一员 但你总是这样扯不批 中间会出事的 怪不到他知道这么多事情 只是胆子未必也太大了些 明天准备好礼物 敬见天尊 林香 你别再认识 就是 天尊大人未必有兵分姐姐 那么好说话 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 兵分好说话 也行 你非要这么想 也可以 我怎么觉得 兵分大人 我怎么觉得 兵分大人为何没有怪罪 说不定 兵分大人 真的是天尊 真是糊涂 杨耀验证他的身份还不简单 明天我们跟随王少 去皇朝别墅紧见天尊 他的谎言 不就不公不公 那王少真的会带我们去见天尊 当然了 王少也能认可我的事 如果明天见到了天尊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拿下 彭龙计划的部分向你 王少就是牛啊 恐怕云莫瑶他们把死也想不到 我王少就住在这皇朝别墅里 进水楼台先得月 想紧见天尊 简直是秘密的 王少是什么身份 这皇家别墅在别人眼里边是皇宫禁地 可王少想住前 那就一句话的事 这两个姑娘是什么意思啊 这天尊既然能够看得上云莫瑶 这两位可身为云州最要点的名字 那天尊说不定有感兴趣 哈哈哈哈 哦 王少 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呀 皇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云梦瑶他们肯定想方设法的想起见天尊 咱们不得不慌啊 一号楼那里有天文的白长老子 没有天尊的允许战神靠近都得死 他们想死尽管去 这这么厉害的长老级人物 很难结交吧 他会带我们去见天尊吗 我一打听清楚 白长老喜欢收唐刺货 我特意花费十根 开得唐伯虎真迹已送 白长老定会饮料 不愧是王上 神机妙算 王少此次一定可以成功觐见天尊 拿下万亿腾龙计划项目 你们两姐妹记得好好表现 好了 你们赶紧去把身子洗干净 你怎么去见天尊 怎么去见天尊 是 王少 姐 说天尊到底长什么样啊 喂 是一个老头吧 我可不想侍奉一个糟老头 能够达到天尊这样的成就啊 可谓是举世无双 什么年龄相貌 并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是下次 让我们务必要抱住天尊的大鬼 我们两姐妹啊 是云州双输了 一定能够得到天尊的赏识 到时候 虽然是云州双达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几个家伙 还真是阴魂不灿 叶云州 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这里只有达官贵人都来 你要是被发现了呀 后果可不是你能存在 云州是我未婚夫 这个身份还没资格来吗 来了又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资格去一号楼建前钻 你们两姐妹难道就有资格了 穿得跟野鸡似的 不知道的 他也在自然卖 你不过就是云州双达个下人 信不信我死了你的嘴 云小姐不管管你家下人 小兰和我情同姐妹 不是我的什么下人 还有 我觉得她说的并没错 你 若雪 何必跟他们之情 你们姐妹花是云中双达 必定会得到天尊的赏识 至于 与孟头 已经有未婚夫了 一个破鞋而已 天尊怎么是看得上去 秦少还真是一针见血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你也配来和天尊谈合作 我看你连大门都进不住 十一号别墅就是我住的地方 不想进就行 臭 也不怕大风闪了蛇臭 他恐怕还不知道 这里守卫心也还乱讲什么 怎么死都不知道 叶云小 我看你还是不要再说大话 赶紧让里面的守卫开门 门禁卡在我手里 开门有什么呢 门禁卡在我手里 开门有什么呢 你呀 还留着这张假卡 又拿这张假卡糊弄人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 他想进一号楼 疯了 叶云小 你要是真想进去 你大可以放低姿态求求我 跪下来求我 或许王上超新了 还能让你进去 展望里面 你们有什么能力进去 王上 可认识坐镇里面的白长老 那可是天尊身边元老级别的大人 我要进去 轻而易去 莫瑶 不用理会他们 门禁卡在我手里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都可以 这门禁卡是真的 当然 是他们有点无猪 叶云小 你少在这里说大话 你如果真的能打开门 我就记你是天尊 就是 倒是打开门啊 让我们大开眼界 他那家卡要是能真的 不行 暨 Sicht Message 我 我们 还是 披露 她 这 你 你可以 你真的是天尊 你真的是天尊 我是谁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姐当初叶云霄可是打算将门见卡送给你的 欢迎光临各位 我是这的门位 白家老说有大人物要来 让我先来开门啊 原来 谁是碰子 差点又被这家伙给死住了 显而易见 这是白家老让人来开门 欢迎网上白长老客气 网上 去 你们可真不要脸 非跟着我们 想换进夜号楼不成 我都让谁进 谁才能进 叶云霄 你怎么还是这么狂妄自大 胡言乱语 要是被白长老听到 你怕 你当场废 你 你可穷鬼 不是怎么还敢在这吹牛啊啊 我看你这两手空空的样子 连买礼物的钱都没有啊啊 我们王上 我们王上 那可是特意给白长老送了价值十个亿的大旅 他们恐怕连白长老是谁都不知道 是乎白长老为老头 我告诉你 你现在后悔都老不接了 谁人就是个疯子 什么话都敢乱说 他就是知道自己进不去 所以故意捣乱 想打破我们的地理 我都不耐烦了是吧 这位大哥 我是孟幻集团执行总裁 林孟瑶 是冰凤大人 引荐我们来找天尊谈合作的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他绝对没有要冒犯白长老的意思 哦 那是冰凤大人 冰凤大人 威名客客 这不知晓 再说了 我是孟幻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这要是跟天尊谈合作 那也得我去啊 冰凤大人毕竟不在这 还是听听白长老的意思 还是王少有本事 像某些人只会空口说大话 任云霄 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王少的实力远不是你能够抗抗 不要妄图打破我们的记忆 守卫大哥 我也准备了几品香名 武术大红袍送给白长老 劳烦你 不好意思 白长老独不喝茶 云梦瑶 你也不打听清楚 连白长老的喜好都不知道 就敢胡乱送给你 真是拍马屁拍到马垂上 这就叫顿做聪明 放心吧梦瑶 就算你买地摊茶叶送给白老头 他也会喜欢的 对于其他人送给你 都不会有缘 我看你们就是故意这么说的吧 哪有大人物不喝茶的 白老头的确不喝茶 他是个酒鬼 喜欢喝酒都是真的 喂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要赶紧准备点上好的美酒 往远不劳 还来得及 是真的 不过送礼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你喜欢美酒的话 我让他送你来上 哈哈 你这个废物 白长老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敢让他给你送你 这疯子啊 向来都是这样 不知轻重 不知道 什么人能吃 什么人 不能吃 云小姐啊 你他这个灾心过来 谈项目的计划 注定失败了 云小姐别说了 得罪了白长老 我们休想再进一行 你也说了 他只不过是我身边的一个护士 又怎么能代替我做任何决定 先是对白长老大不敬 哎 听他这口气啊 估计把自己当天真的房 哈哈哈哈 上一次冰宋大人忽略了他这个小人物 这一次他有这么多个白长老 看看还有谁能够救得了他 叶云霄 我真不明白你为了女女说死 以为这样我就能高看你一眼了 真是愚不可惜 小子你是自己故意下认罪 还要把你送给打断你的认罪 你自己故意下认罪 还要把你送给打断你的认罪 我劝你找白老头问清楚 我是什么身份 再来跟我说话 守卫大哥 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骗了 他就是想趁你走之后逃跑 他他妈能有什么身份啊 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吧 丁云霄 现在后悔可来不及 自己说过的话自己负责 以后说话经过记住脑子 想想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乔的还敢装枪做事是吧 信不佑现在就打了你 去啊 你敢打我枪死了是吧 白老头怎么找了个你 你们那个东西来当门队呢 他要是知道呢 不用我动手 你都会明白 公主 你敢在天尊居所门口行凶 我告诉你 你这样 你是知觉思路 倒是有点事 可是你程威风找错了地方 就你这点事 在白长老面前 连楼椅都不说 叶云霄 你恐怕还不知道白长老 可以轻易免他赞成 而你 连赞成都远远赞不上 叶峰瑶 你要是不想被这个疯子出来的话 你就赶紧把梦幻记者调出来 不定王孝给你求情 白长老爷 不会牵住 死吧 叶云霄 你怎么吵架这么大的祸 小姐 你现在怎么办 我得凡心想办法找到冰凤大人 或许只有他才能乱求 何人在此喧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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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 抵度王家晚辈王腾 见过白长老 白长老 果然先锋动 如同神仙主人 原来是王家人 不过这里 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不知那副庞伯虎真迹 前辈可否喜欢 还行吧 算是一副家族 那前辈 可否被晚辈引荐 进进天 这 这老夫还得考虑吧 还敢考虑 白老头 你是不是倒霉了 我什么时候允许你乱说你啊 白长老在此还敢大报 还不速速跪下认退 白长老 刚刚就是那个家伙 对你出言不逊 还打上了首位 白长老 刚才我一跟他解释呢 他就打我 白长老 这完全是误会 而且明明是他先动的事 嗯 连白长老的人都敢打 他敢说这是误会 叶云霄 林木尤 可不愧次次都顾止对我 白长老 不如让黑大老 拿下这个狗 这种垃圾 无需招了您的手 penguin 就是反正明 试试上 是不是 是不是 醒觉 说本 发露 事实四 怎么办 我想要 随便 我的家伙 等于是 地匕 白长老 您这是什么意思 收了我的礼物 却翻脸不认人 我帝都王家的礼物 是那么好吞的吗 看 拿上门口你的破话 给我滚 好你个白 我尊你生前辈 那是给你点面子 你个老东西 等我得到天尊的赏身 给我一毛骨子吃 你去金王家 刚才的表现 你这辈子也得不到 天尊对你的赏 你个老东西 你凭什么代表天尊 你不过是天尊旁边 一个看门的而已 废话才多 阿正管 要不把命留下 今天的事 本受迹象 滚 白长老 这位是云中春门的角色大美 我呀 希望能够献给你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心情 你凭什么替天尊做决定 听着我家少爷说什么话的吧 滚 赶紧滚 小姐 为什么白长老会听叶云霄的法 我又不知更 白长老 白那个老东西 这样敢跟他保护的 老少 这事可有稀 你讲啊 那个白木 他是前门长老 他怎么会 对那个叶云霄 那个废物 那么贵有加呢 是吧 他不会 真的是天尊吧 一个人的变化再大 也不可能会到这种程度 我想起来了 白长老 似乎和叶家有关系 那个家族不是早就解散了吧 怎么能跟白长老 这样关系呢 听我父亲说 以前叶家还没破灭时 曾是帝都的大家 白长老以前好像在叶家当过管家 所以才会对他态度那么恭敬 二十年前 帝都确实有一个叶家 他是一个很强到古老的家族 经常跟我们王家作对 不过 他已经覆灭了 我做卫律 王和少 难道说叶家覆灭 是您家作对吗 不可说 不可说呀 那就解释了通了 为什么这个叶云霄会认识白木白长老 这叶总运气是真的 到哪都能够扯上牧匹 他的好运气 也栽到他 这个白木以前谋私包庇亲友 让天尊知道 定然饶恕不了他 我就知道这家伙自己没有真本事 都是靠别人成为疯 白木刻一组 我们也难以见到天尊 倒是拿这个野组也没办法 以王少通天的能量 想必一定能够见到天尊吧 那是自然 我已经收到消息 战神殿殿主 因为得罪兵贫而被撤 战神殿需要新的殿主接任 接任一事将于三天后 在云中 而天尊很可能会造成的亲自策锋 到时候 我们不就能见到天尊了吗 皇上 果然是不然通天 这等册封大典 规则极高 怕不是一般世家能够参与的吧 王少乃是金珠变异世界 想参与金融 不是亲人一起的事吗 邀请函 怎么就送到我们家 不然我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 太好 只要在册封大典上见到天尊 那王少 你肯定能够拿下 万一成龙几个象 梦幻集团也就顺利成章的落到手心里 嘿嘿嘿嘿嘿 如此圣殿 真希望能够观摩一番 加入战神殿 可是我的梦想 王少 可否带带我们 找找见识 小问题而已 就算你们想加入战神殿 都不接受 真的 实话告诉 新接任战神殿殿里呢 乃是苏家大消息 龙国第一女战神苏灵飞 而她 也算是我万费分析 天哪 居然是我的偶像 凭我和她的关系 放着人进入战神殿 还不是小事已重吗 多谢王少尊敬 不愧是王少 唯一有此等贼之后 才能配得上 我已经计划 我将在策封典礼上 向灵飞求尊 到时候我们两大世家结合 势力将达到巅峰 到时候再得到天尊的重 我们俩将会是 龙国新一代的龙凤双学 恭喜王少 恭喜王少 那个野狗要一旦再出现 毕竟在约醒 他也可以和王少相似的 这等规格的圣经 他也不配成 帅 老奴告退 去吧 坐 都站着干什么 天尊还没来呢 我们坐下是大不敬 是啊叶云霄 你还不快起来 就算你认识白长老 但绝不能麻烦天尊 我都说了 我就是天尊 为什么你们就不信呢 你又是天尊 那王腾他认不出你 王腾可是见过天尊的 还有刚刚 连门卫都不让你试试 就那个顽固 他有什么资格认识我 好了云霄 你就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那个白长老 是你家中长辈吧 他这次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 我们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好吧 我是叶家大少 曾经白老是我叶家的鬼子 原来你是曾经帝都叶家的大少 当年的叶家 可是辉煌一时啊 也难怪 白长老如此强大 其实天尊并不住这里 所以 你们不用担心冒犯的问题 真的 不然白老怎么可能放任我们进来 对吧 这是白老亲口告诉我的 自然不闭一下 原来如此 见不到天尊 那唐龙计划项目的事情 岂不是没戏了 放心吧 孟瑶的父亲是开创梦幻集团的大功臣 天尊不会连这个都不清楚 见你吉言吧 喂 哪位 叶云霄 我是苏令飞 三天后 就是新任 战神殿殿 准击人大殿 我想邀请你 一起参加 我没进去 叶云霄 你可知道这次大殿的规格 各方大伙都回他家 我不知道 叶云霄 能不能认真点 我父亲既然看好 那你必然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那你也不能原地踏步啊 这次大殿 可以极大富负你的人脉 真心朋友 极个子 我不需要那些虚伪的人脉 我实话实说吧 天尊 极有可能道场自封 而你是我的卫功夫 我会帮你造势 一旦得到天尊的赏识 便可平静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我已经有被婚妻了 祝你好运 拜拜 小姐 你何必亲自打电话 邀请叶云霄 他要是知道这次盛典 肯定会主动上门 求个情帖的 然而 他拒绝参加 还挂到了电话 什么 他疯了吗 他是不是不清楚 这次盛典有多大的意义 多少青年豪杰 几包脑袋都没有资格参加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装不在意 故意怎么做给我看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云梦瑶说的对 他呀 确实很有空气 百分之百是故意装的 这么好的机遇 怎么可能不动心 小姐 你别理他 他还不知道 你居住新店主 果敢打赌 用不了多久 他一定会主动上门求你的 丁云霄 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 一个女人 漂亮 你吃醋了 哎呀 那倒不知意 一个优秀的男人身边 一定会有很多女的 但是我不在意 你的女人有多少 只要让我做大就行 这也行 小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专门卡 丁云霄 我家小姐愿意尾身嫁给你 你就该好好珍惜 是我爸的信息 他说他已经被保释出来了 而且又重新 退回了董事长的位置 据说好像是 冰凤大人干预了这件事 太好了 我爸还透露了一条消息 他说三天后 新任的战神店店主 将在云州举行大典 届时也会邀请来天尊 这是我们拿下 腾龙计划的好机会 云霄 我先回去准备一下 不用这么麻烦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一件项目 我会帮你解决的 小姐 别听她的 我们还是要做好 完全准备才行 到时候我拿到邀请函 我再给你几件 好吧 那我就先住在这里 天尊有什么行踪 我也好告诉你 这里可是天尊的别墅 你留下来不太好吧 你没见白老头都没什么意见 他总不能害我吧 那也对 那就麻烦你了 我们大家做两手准备 一定可以见到天尊 走了 少爷 三天后新任战神内殿 主部举行大典 希望您能到场册封 以赈国运 好 那我就给国主这个面子 林伯父请我吃饭 看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伯父 伯父 您找我什么事情 林肖 我也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 希望你不要怪洛雪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今天叫你来 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伯父您说 您对我之前有恩 只要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小雨这个丫头 我听说新任战神殿店店主 在侧风大典上 会招收新成员 小雨最心心念念的 就是加入战神殿 这可惜啊 我没有本事 根本弄不来邀请她 就这点小事 侧风大典的邀请凡事 很简单 那我就拜托你 白老 送一张战神殿 侧风大典的邀请和过 帅 请减松 老奴不打扰了 不 太爱了 小雨能参加大典就行了 至于他能不能得到新店主的赏识 那 就看他自己造化了 我让他身为清泉弟子都可以 真的啊 月孝 你别开玩笑了 当然是真的 不过我只是为了报答你对我之前的恩情 与林小雨自身 我 关 爸 你叫我们过来做什么 小雨 你还不快谢谢林小 他帮咱们家弄来了战神殿大典的邀请函 他不仅弄来了邀请函 还承诺让新店主招收你做徒弟 就他 爸 你怎么他说什么斗星啊 战神殿大典上是会招收新成员没错 但让新店主亲自收徒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叶云霄 你这么糊弄我爸有意思吗 新店主这种大人物 是你能接触到的层次吗 也就是我爸为人中复老师 才会相信你的鬼话 你们怎么能质疑云霄 那不管怎么说 云霄弄来了邀请函 这还是有真本事的 爸 你被骗了 这邀请函是假的 假的 这怎么可能 这白纸黑字这么写真是毒 婆婆 你真的被骗了 叶云霄 你能骗得了我爸 你骗不了我们 收起那恶心人的把戏 你们都没有辨别清楚 就说他是假的 对啊 你都没有看清楚 爸 你才是糊涂了 真正的邀请函 在我这儿 这 这是秦少 帮我们跟王少那儿 弄来的邀请函 真的邀请函是红色的 叶云霄这张金色的邀请函 显然就是假的 爸 我可以证明 这是王少亲自送给我们的 你王少帝都世家大少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骗我们 爸 现在你相信了吧 这个废物 根本没有这种本事 不止 这是至尊节的邀请函 庄 这些是庄啊 就算是于孟瑶 也没本事弄到至尊邀请函 你 凭什么呀 袁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伯 您放心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到 至于你的女儿不识好歹 措施良机 那就怪不得别人 你的谎言都被拆穿了 你怎么还这么漂亮 叶云霄啊 王少 已经答应小雨 加入战神殿 成为一名新的战士了 你呀 不用瞎操心了 他就这点能耐 一个普通战士头衔 就让你们沾沾自起 就算是战神殿的一个普通战士 也比你这个废物强一百倍 算了 你根本不会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今后啊 就算是总督府的人 也得对我们家客客气气的 可是 云霄答应 能不能让新店主 张收小雨为清传弟子 哎呦爸 这你也信呢 新店主的清传弟子 那可是和云州总共相提论的存在 这个被我要是真那么有能耐 还至于吃软饭 叶云霄 你以为你是新店主吗 啊 可是说什么大意吧 这种低级职位我还看不上 只不过新店主也必须听你的 你个神经病 真是无可救药 姐 你别忘了 神家可是天尊 自然目空一切 叶云霄啊 我不管你在私底下有多么狂妄 在外面 最好不要这样胡言乱语 不然啊 只会害人害己 言至于此 你们好作为臣 这种级别的盛典呢 他怎么会有资格参加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明昭应该不会骗我吧 爸 三天后的大典上 你就明白一切 到时候啊 可能连他这个人都见不到 这不愧是战神殿举办的 典礼啊 平日里这些大人物 咱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 小语你可要加油啊 折起加入战神殿 妈 放心吧 以我的天赋 加上王少的关照 加入战神殿 完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哎呦 这不多亏了秦少牵线大桥吗 才让我们帮上了 那个王少的大腿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应该的 雪儿啊 你看秦少对你多好 你可不能含了人家的心啊 秦少 谢谢 洛雪 我是真心 也一定会对你好 你也看得到 这个蠢女 已经完全信赖我了 到时候把她送到那些 大人物的床上 就简单的多了 请出示一架 你们的邀请函 邀请函 倒是没问题 还不赶快给我们安排贵宾席 我们可是帝都王大少的朋友 你们的邀请函 是普通邀请函 只能入座末为席位 并且 只能进去一个人 其他人 想回吧 你说什么 你干嘛给老头听说 王少可不是你就 看能不能得罪气的 不管是谁 敢闹事的话 我们只能动用武力 那你看看我这张邀请函 你怎么会有邀请函 妈 爸那张邀请函是假的 这看着挺精致啊 这是叶云霄送给爸爸的 还说是什么至尊邀请函 结果爸还真信呢 你脑子有问题啊 你怎么能信那个废物的话呢 万一是真的呢 云霄他不会骗我 你有没有想透过 拿假的邀请函冒犯了战神殿 那可是大罪 这个畜生简直是害惨男民家了 爸 你真应该听妈的 而不是去信那些外人 好了 别再责怪伯父了 伯父呀 那就是太忠呼老实 总是看不听那些小人的真面目 法安大哥 你也听到了 这就是个误会 就 糟了 被查出来是假的 我们可逃脱不了干血 法安大哥 这个假的邀请函 还真不是我们的 这 这是真的 这是至罪邀请函 刚才你们说 这不是你们 怎么不是 就是我刚才拿出来的 请问这张邀请函 能带几个人进去 这至罪邀请函 不限制人数 并且会安排你们到贵宾席 什么 叶云霄怎么可能会有至尊邀请 我早就说过 云霄不会骗我的 他是个有真本事 你们偏不信 想要把你得瑟 那废物从哪里偷来的吧 妈说的有道理 爸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 那个骗子 不可信 你们是怎么坐在顶级贵宾许上 是保安安排我们进来的 他倒还做懂事 知道我的身份 可以足了我面 我就说嘛 原来是王少呀 那个废物 根本就没有本事 可是邀请函 明明是云霄主 你呀 就是不长记性 人家王少都亲口说了 你还觉得跟这个废物有关系 爸 你还不明白吗 他们检查的根本不是邀请盒 而是看在我们和王少的关系上 他要是真有本事啊 早就进来了 怎么到现在连半个人影都见不着 哎 云霄那不是在那儿的吗 他他们也坐在了第一排贵宾席上 吃一些宝安都是干什么吃 这种玩意也能混进来 保安 先生 有什么事吗 连这种底层的垃圾都能进到这种上人的场合 战神殿的脸都要丢尽了 我们的任何宾客 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这个先生 同样也是我们的贵宾 叶云霄 之前你不是拒绝得很果断的吗 又跑来参加大典了 我是拒绝了你家小姐 但并不是拒绝了所有人 我知道 你是欲擒故纵 只可惜我们家小姐并没有理你 最后你就不得不求她要一张邀请函 对吗 分析得很好 你还真是个大聪明 得了便宜还卖官 既然是小姐的决定 我也懒得管你 不过你最好安分一点 这里任何一个宾客都不是你能冒犯得起的 别给我们家小姐丢脸 又是个自以为是的人 原来这个软饭男又抱上什么负责 难怪能不能 叶云霄 想不到你这么懒 你就不怕得病了 你才有病吧 那些顽固根本就一点本事都没有 他们只不过在忽悠你吧 叶云霄 你已经毁了我们林家一次腾飞的机会 还想继续破坏吗 告诉你 休想 我妹妹加入战神殿意义非凡 识相子 你这赶紧 你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一个势力 完全分不清楚真相 只有我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 今天要不是看在林伯父的命中上 你连尽都尽不 你真以为是靠你自己 可笑 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 难道靠的是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叶云霄 既然你已经傍上了父婆 那就不要缠着我们一家了 我们小语马上加入战神殿 我们林家也不是你能高端得起的 算了吗 何必跟他这个废物说这么多 像他这种不劳而获的人 是不会明白 云霄 你别往心里去 不不 我只在意您的态度 只要您相信我就去 其他人还入标 真不知道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从今以后 你会发现跟我们有不可迷越的红红 小语说的对 今天新店主将收你这清财 真的 你忘了王少的本书吗 小事已多 叶云霄 听到了没有 云霄 我现在有点后悔让新店主收你这图 你最好不要折腦 让我收回成命 你以为你还能跟上次一样 上一次是因为你八截上了云梦遥 这一次你难道还能攀上新店主不成 这世界上还没有我需要八截的 不过新店主也只能听我的 这是软饭男 他得说答应了 叶云霄 你是不知道王少和新店主的关系吧 新店主可是王少的未婚妻 他可不会搭理你 什么这新店主居然是王少的未婚妻 难怪林家有这么大底气 原来是抱上了大树 叶云霄 你不用再想着算计我们林家 破坏我们飞黄腾达的机会 我妹妹会成为店主徒弟 我也会拿到腾龙计划的合作 而你 只有咬牙嫉妒的份 你们不会真觉得王腾有资格 能染指腾龙计划吧 你不用来恶心 一切凭实力说话 如果连王少都做不到 那姨孟遥 更做不到 林若仙 你自欠欠爆棚是吧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千亿女总裁 不过管理个破公司 眼睛长到头顶上去了 林孟遥 之前白挺佩服你的 不过现在看来 你的眼光 我不过如此 那恐怕是你眼下 去舔秦寿这个不入流的顽固 秦少比叶云霄好一万倍 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减好 可叶云霄呢 他又做了什么 只不过就是吃你的软饭罢了 是吗 云霄若是没本事 那当日为何是他带我进入房 找一个好别墅 而你们只能灰溜溜的滚蛋 你 你 叶云霄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我拜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巴结我们家不成 还恐吓是吧 你还想冒充新店主 只可惜啊 新店主是女的 你 怎么冒充呢 我自然不是新店主 我是来策封新店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国主啊还是天尊啊 啊 这家伙呀 八成是崩了 竟然在这里胡说八道 这新店主 孽子真大呀 能够得到天尊 亲自作风 荣光无限呢 这小子连天尊都敢冒充 简直无法无天 叶云霄啊 你是真不怕死啊 还是打算不怪不衰啊 云霄 这种话可不干的事 孟悠 相信我 还敢大言不惨 我本打算在大典结束之后 再收拾一片个废物 可现在我忍不了了 你冒充万国商会会长和天尊 还冒犯我的未婚妻 今天我留不了你 王少 你尽管动手 相信店主和天尊 都会支持你的做法 来人 将军皇族断手断脚 给我撑出去 战神店新任店主高 怎么是他 未婚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已经晚了 是不是很惊艳 还行 叶云霄 你现在可以重新考虑 我之前的体力了吧 我这新店主的身份 应该不差吧 这挺巧 不过我看人 不看谁都对 大胆 在地主面前还敢搏死 我在跟叶云霄说话 你算哪个操 还敢插嘴 对不起 是我约见 不愧是第一女战神 大气侧漏 好帅 拭目以待吧 我相信 你会得有动心的 各位 入座吧 感谢各位来参加大典 在册封仪式开始之前呢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受一位大任务写托 今日我要收应您同意 什么 新店主居然要出土 谁这么幸运 得到新店主青睐 请问 哪位是林小宇 小宇 店主大人在里 店主大人 我是林小宇 我们林家要出凤凰了 资质是差了点 但毕竟是那位大任务犯话 我也不能拒绝 来人 将我的传承应喜拿上来 拜师传承应喜都拿出来了 看来姓店主是认真的 林家这个不入流的家族 真是壮大运来 成为店主的青川弟子 权力之大 看比云州总督 竟是一步登天 恭喜恭喜 我们吴家希望 今后都跟您家亲近 哎呀 好说好说 哎呀 祖宗显灵了 我们小宇啊 终于出人头地了 叶玉湘 现在看到你跟我们家 之间的差距了吗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恐怕不知道 这场造化是谁给你的 我们家小宇 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自然是他自己的努力 还有王上的帮助吗 废物 我的成功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忘自己脸上贴金了 跟亵渎我师父 我要带你师父 亲礼你这种阿贱 谢云霄 立刻给我妹妹跪下道歉 否则 他略微出手 你可能会被打伤 废物 别说我们家不念旧情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跪下磕头认错 我就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否则 放我自负 好一个后果自负 虎哥 快把传承一起放下 这等之宝不是您能冲播的 今天的拜师仪式 取消 叶云霄 你这样公然不会传承一起 你想不护过吗 你 你个废物 分明就是嫉妒我 肯定不敢毁掉传承一起 是要只管让你死物 倒传承地点 叶云霄 你个孽障 怪我女儿的好事 你不倒好死 这个公子胆大包天 恨请叶祖殿下 住这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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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云霄 要不要我帮忙说话 只是您得答应我之前的条件 没有人能跟我谈调解 苏林飞 叶云霄是我的 你抢不足 店主似乎跟叶云霄有些关系 这废物有什么好的 世尊不过是为人善良而已 您梦瑶看上这个废物 简直就是瞎了眼 店主可跟这个丛女人不一样 是否取消收徒 不是你破坏了运气 竟然说得算 师傅明鉴 废物你听见了没有 你以为我师傅会搭理你吗 我先不 收徒一试 取消 收徒一试 取消 师傅你 别着急哼我师傅 你还没有正式入门 看你尚未正式败入门下 这一副处处高人一等资 确实需要好好考栏 师傅我没有啊 都是叶云霄这个废物 故意失败的 全都我好 死性不堪 还不闭嘴 叶云霄 我知道你追求我被拒绝后心里不平衡 但你也没必要这么歹毒 报复我们林家吧 真是个害人精 我们林家当初怎么收养你这么个白眼了 叶云霄跟林家 还有这种恩怨 那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竟然以德抱怨 赶饭男 你够了吧 心思怎么这么恶毒 叶云霄 都是你害了我 我不会看过你这 我只是将赋予你们的东西 怎么在你们口中变得理所当然了 林小雨 你若是能力出众品行端正 我自然会收你为同的 你不必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我门下都是真材实学制 而不是靠关系攻击来的 师傅 你千万不要提起禅阳 收徒之事 暂货 不要啊 苏灵飞竟然这么听人笑的话 我这今生对手不简单 快人精 这叫你满意了吧 你也知道 你敢会用小雨的前程 你不要打好 可笑 你们只在乎眼前的权势和利 却从来不在乎后果 战神殿是龙国战力之一 阵内乱 让外敌 做是内部重要成员 能力差劲 如何保护我亿万黎民 你 你 你敢死多厉 说得好 亦如香 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的 苏灵飞 注意你的态度 你可是我王腾的未婚妻 区区王家 很厉害吗 天 这害人今天太阴险了 白明了是要破坏我的前程 还这么嚣张 小雨 不要着急 这些都是凭你自身实力争取到的 相信店主大人一定会看到了 更何况我们还有王少的帮助 不是吗 王少 你一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小雨受委屈吧 放心吧 任凭这废物伶牙俐齿 也都是足了 你们别忘了 灵飞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事后 她都会听我 你们林家我照定 看这废物能如何 多谢王少 王少你真的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 白眼了 你的恶毒计划终究会失败 我们小雨洪运当头 不是你们阻挡得了的 叶云霄 王少很快就要娶店主为妻了 你还是收起那些坏妻子 那倒未必吧 我倒是觉得苏林飞看不上这个顽固 难不成会看得上你 你这是典型的癞蛤蟆 欠不得别人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什么叫做男人真正的美 林飞 这是我送你的彩礼 那是西海夜明珠 千年人神谷 还有帝王兵毁罪 王少大手笔 这些加起来恐怕得超过十亿了 没有哪个女的个建国心中 若是有哪个男人 愿意送我这些的十分之一 我都不难以止了 若萱 你放心 跟着王少我很快就会飞走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这是我特意找人定制的战车 造价三十亿 林飞 我现在将它送给你 当做结婚的聘礼 天哪 谁要是送我这样一辆战车 我就立马嫁给他 小宇 你就别做梦了 这可是王少送给店主的 师父也太幸福了吧 不过竟然是我师父的 说不定我以后也有机会开呢 也只有王少才有这样的超能力 以王少的魅力 天下间不知多少女孩想扑上去 大冤种田狗 竟被夸得如此清新托辞 林飞 你骂人就不带当对了吗 一个穷鬼也敢大放厥词 这是你嫉妒不来的 这么昂贵的战车 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一个门把手 你别忘了 人家可是吃软饭的 那说话肯定理直气壮啊 对吧 叶云霄啊 男人的脸可都被你丢尽了 林飞 嫁给我 造价三十亿的战车是吗 我都有点心动了 林飞 你同意嫁给我吗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是对这辆车感兴趣 你开个价吧 三十亿造价是吗 我出四十亿 你卖我如何 林飞 这车 可是我要送给你的 我们非亲非故的 不需要你送 你什么意思啊 拒绝你的意思 你再多嘆 心不想玩你死无葬身之地 叶云霄 你这样拆散别 就不怕折兽吗 拆散 你怎么看出他们两情相悦了 林飞 我们两家可是有婚约在身的 你不会拒绝我的对不对 我们苏家从未答应你连接 何况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未婚窝 是哪个王八蛋 叶云霄就是我的未婚夫 喂 云霄明明是我未婚夫 那就看谁先领证呗 反正 你只能做小子 这家伙什么来头啊 轻易女总裁和第一女战神 都争相救主 这个废物 他哪里配得上你 你管不着 好 我现在就杀了 你我在你边下扯销 叶云霄 你还是这么怂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我只是觉得处理这种垃圾 会刚落我的舌而已 叶云霄你真卑鄙 居然在通信王少 册封的时间快到了 天真很快就出现 他敢在册封大典上闹事 为此无疑 差点忘了证实 叶云霄你快下来 这是给天真准备的宝座 叶云霄你别不来啊 我不坐在这里 怎么进行厕风啊 真不知道云莫瑶和处林飞 怎么会看上你这种疯的 敢冒充天真自寻 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他 爸 那事不好了 天尊什么时候来 叶云霄居然坐在天尊的位置上 那你啊 他当做天尊就行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难非叶云霄跟天尊关系匪浅 苏令妃 这就是你看着我的方式 冒犯天堂 连你也最则难道 策封一事 照常进行 由叶云霄进行策封 什么 不是天尊才能策封吗 叶云霄 不会是天尊吧 我们林家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与天尊作对 莫少 万国商会会长刚刚建立云州 要招待天尊 你赶紧给我打听清楚了 我要觐见天尊 万国商会会长正在招待天尊 这个废物他不可能是天尊 苏令妃 你不要命了 这是我父亲的决定 不会有任何问题 好啊 你们以权谋私 我要上报内阁 那你尽管去告 原来是靠着苏令妃的父亲 这废物 怎么每次运气都这么好 他们得意不了多久 等到什么内阁止 他们就都完蛋 我们走 我们跟着王少 去觐见真正的天尊 拜见天尊 拜发现天尊 折磨 天尊 这是恐龙计划书 我给他送的 天尊 不是今晚能否邀请你 共进晚餐 和你聊一聊 腾龙计划书的详细内容 可以 腾龙计划交给我的 未婚妻夫子 你们可以详细谈一下 那我就安排在 天海大酒店了 云霄 我邀请了一位 万国商会的高总 如果要是跟他谈好 我们参与腾龙计划 希望 放心吧 腾龙计划肯定是您 云霄 果然跟团文中的一样 长得成鱼裸眼 多谢周律师会讲 借口下午是谁 我们这么重要的会议 怎么能让闲杂认识来家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老公夫 云霄 这位是万国商会的成员理事 孟悠 怎么不是钱广约的你 放肆 竟敢直呼我们会长的大名 抱歉 我未婚夫可能不太清楚状况 这次看在云小姐的面子算了 不过你现在开始最好乖乖的闭嘴 云小姐 咱们干了这杯 才能继续享聊 你会在有限的 又不过你 我会在一场 然后我们可以 我会在两个小姐 你会在一场 小姐 你会在一场 我是什么 你会在一场 战国商会的合伙人 本来就要多方挑选 我觉得王绍他们的实力 比你强多了 天云霄 王绍的能量远不是你能够抗衡的 这次的腾龙计划 王绍是在逼得了 要是你现在把这个垃圾砍出去 再乖乖的喝了这杯酒 我们不是不贴心去抬下去 酒我可以喝 但你不许侮辱我被婚夫 这软饭奶也真够惨 轮到让自己未婚妻陪酒的礼物 天云霄 你要是个男人呢 就赶紧把酒喝了 等等 我看要加点料 不然岂不是什么垃圾都敢别被揍 王绍说的有道理 小子 你现在乖乖的把这个酒喝了 刚才 坐 你这样不行 大不了我找万伯商会其他高层谈 管问我 无论我 没人会跟你抬 叶云霄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呢 支去了一仗 原型毕露了吧 这杯酒喝下去 这废物这辈子都来不及头了 小子 快点送绝地 我可没多感性 我从来没见我这么见的老小 你 跟我一起 好 你个废物 你敢这么醉在周里史 你死定了 别梦咬 你次次都带着这个忍祸金 吃过的苦荡还不够 小子 我让你提前走出这个门 周剑 你不用危险我 我在云州还是有点弱 贱人 你还妄图燃起腾龙计划 我告诉你 做你的手游大问吧 你资格被取消了 你凭什么取消 就凭我这个项目的资质审查专员 你的资质不宽可 我早就跟你说 得罪了王少 还想参与腾龙计划 痴心妄想 李孟瑶 你这次想靠腾龙计划翻身的算盘 要落空了 李云香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我看你还敢小人得志 想不到 一个区区万国商会的理事 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利 你知道的太晚了 是吗 腾龙计划书就在我的手里 我想给谁 救 他怎么会有腾龙计划书 莫瑶 我答应过我们翻查的项目 你绝不实用 肯定像 这 这一看就是假 有什么好处 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布印店 花几十块钱打印的 介于胶啊 你还是没改到那个做事 不计后果的习惯 伪造合同 就这个罪名 够你所以一辈子见楼 周理事就在 他这个废物竟然还敢做 他肯定不敢让周理事见诚 我有什么不敢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看你妈的 就你个垃圾 怎么可能会有核龙计划书 这肯定是假的 万一是真的呢 你如果把它撕了 可是要掉脑袋了 看一点 花不染几秒钟 叶鱼香 你就得意这几秒钟 有什么意思 来人 把这个诈骗犯 给我抓起来 等等 这个合同是真的 周理事 你没看错吧 上面 并幕万国商会的策友标识 不会有错的 不会有错的 没道理 这种敌别的合同 会上必定会亲自保管 怎么会在他手上 拿不拿得到 就不劳您操心 那是我老公的本事 不可能 他连扫万国商会的厕所都不配 怎么可能拿到 亿万合同的计划书 说不定 就是他偷来的呗 你们都被骗了 这份合同 是假的 刚才周理事都断定是真的了 你怎么说是假的 那大家一起看看好了 这份合同的最后 根本就没有 万国商会会长的签名 一个没有签名的合同 能生效呢 原来搞了半天 是偷来了 不过你这废物也偷得太早了 店会长连名都还没签呢 差点被这小子给撞了 竟然敢偷我们商会的重要机密 这小子有一百条命也不过你撒 云霄 是不是会长忘记签字了 这么重要的合同忘记签字 说出去谁信呢 没有签字很奇怪吗 不就签个字吗 是还不懂的 他们干什么 说不成 叶云霄 你不会以为 随便一个人的签名 合同不能生效吧 这一个工作 请把我盯呆了 其他人无效 但我签字 一定有签 你以为你几钱 你几回想吗 没错 我就是能带去万国商会会 好大的胆子 周理事都在这 你还敢忘说会长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你是 胆大包天 还是鱼不可及 撑眼说家话 也亏他说得出口 叶云霄 就算你想破坏我的合作 也没必要 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吧 冒充会长 必死无疑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冒充的 九平五不是万国商会的朝务理事 那我倒要问你 你见过会长 我就知道你这种废话 问这种白痴的问题 周理事 你没见过会长吗 我确实没见过会长 会长平时石楼见手不见委 哪那么容易见到 但你绝对不可能是会长 既然没见了 就不要在这放 我虽然没见过会长 但副会长见过 正巧副会长就在隔壁包厢 我喊你还怎么装下去 这废话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副会长一来 就是你认识一期 这副会长见到 也只有下会的 笑 现在就给副招打购 死死吧你 副会长 这里有人冒充会长 就在隔壁包厢 这谁吃习习包子的 敢冒充万国商会会长 就是这个小子 副会长 这小子说你过来就会让你跪 我们现在正来处理他 有这么回事 是的 副会长 这小子是云梦瑶的男朋友 妄图染指 腾中拒幼 被我拒绝之后恼羞成怒 竟然 不言侮辱商会 还侮辱副会长您呢 刘主 小子 你知道我们万国商会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就算是一国首脑 也不敢 你轻易着 我当然知道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万国商会远不是你能够招惹 实相的话就赶紧跪下 给副会长这么道歉 你问问他 敢不敢让我道歉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算让你跪下道歉 这还算是轻的 你身为副会长 居然不知道我是谁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别让我认识 叶云霄 你还真把自己 当成什么大人物了 可笑 叶云霄啊 你那套装作大人物的靶劲 在这里已经不管用了 副会长都在讲 你还敢冒出会长 你又知道 万国商会本来就是 我一手创立的 连会长都要听我的命 我需要冒充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东卫长 你看看 这狂毒就是不知死活 叶云霄 我看你还真是不怕死 云霄 送你一手 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叶云霄 这次连你 也要受牵连了 东卫长 他不仅侮辱万国商会 而且还伪造腾龙金 计划书 就这些作品 足够让他牢底坐穿 那咋 那就是证据 这这计划是真的 怎么在他那里啊 自然是他偷来的 而且他还冒通会长签名 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 好大的胆子啊 这腾龙计划书 是准备要建给大人物的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人证物证俱载 还有什么误会 人小队都自身难保了 就不必替他去 不过呢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 我和会长 是要接近一个大人物 只要你把那么大人物 最后的输入 就未必 不可往开一面了 连会长都要亲自接待的大人物 那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你们 还没有资格接触 副会长 难道 连我们王家也没有资格吗 原来是王上 那 我倒可以也见 真不知道钱广 为什么找了你 这么个不长眼的东西 来当副会长 好大胆子 定言之后 我会找名字 我看 你是天秘才长啊 副会长 我让你过来处理点事情 这个黄磨蹭蹭那么久 别忘了 待会我们还要招待那位大人物 哎呀 会长 小赵你很抱歉 这点小事 请让我处理一下 立法令 如果因为你耽误了咱们的正事 小心你 不会做 是会长 会长 可能今晚是我找到了 你看 我们计划书怎么会在这儿呢 计划书被个小偷偷了 人当病祸 许涛 你找回了唐龙计划书 回头我给你介绍一大功 还有 多谢会长 废物 见到会长 还不赶紧跪下认罪 叶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会长 你们认识 原来如此 原来是见非我认识会长 才能趁机偷走计划书 会长 你不能被他骗了 就是他不在计划书 副会长说的没错 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证 对他妈妈说什么呢 龙龙计划书就是我亲自敲击叶先生的 难道会长让他报完计划书 会长 但是他接手自动 他还冒充您的签名 放肆 叶先生有权力签这个名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置于叶先生 副会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 龙龙计划书 不是要献给一位大人物吗 你问我 我问谁 他怎么可能 有这么大的本事 叶先生 那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是不是得罪了你 这位 刚才让我给他敬酒 这个 刚才让我给他对手道歉 你一个小小的女士 竟敢让叶先生给你敬酒 这烦了你了 你不是喜欢敬酒吗 我现在命令你把这个桌子上所有的酒全部给我喝赶紧 就是掉在地上的也全部给我舔赶紧 我少了一滴 我孝敬的酒 会长饶命啊 我喝 我喝 没有你你许可 你才刚刚升任会长 逼我都牛逼了 连叶先生都敢得罪 你现在立刻马上跪下 向叶先生道歉 快点 跪下 我错了 我道歉 叶先生 我永远无助 你只饶了我叶先生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没道理啊 他明明就是个废物 我说过项目书我想给谁就给谁 副会长见到我也得跪下 现在你们相信了 副会长 我们王家明明是最有资格拿下腾龙计划的 你现在突然把合同送给别人 这又是哪次的 好 那我现在立刻宣布 你们王家的资格被取消 你凭什么 腾龙计划的最终决定权在天尊手上 你貌人决定 就不怕得罪天尊吗 这又不劳你 放心了吧 来人呐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还不快鬼 叶先生 那我就不打扰您和您的卫生机用餐了 先退下 对吧 学生 我怎么感觉像最终一样 没想到万国商户的会长都会给你面子 还有白长老也对你毕恭毕恭 看来你的身份不简单 你终于猜到了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我的身份 你是天尊的私生子 对不对 天尊还没有那么好 那你就是天尊的土地 你还是变才了 反正我老公是个大人 我定好了 两天后将在公司的宴会厅取得腾龙计划的剪彩仪式 到时候会邀请很多大人物前来捧场 到时候的剪彩一定会风动全世界的 哪有那么夸张 不过要是天尊来的话 那天尊肯定是这次剪彩的主角 放心 我说谁是主角 谁就是主角 我相信你 老公 你能先送我回家吗 可能外面又下雨了 你不是开车了吗 我不是喝得有点醉了吗 你根本就没喝 我不管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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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s paralyzed 距背 Marian 陈 冰凤 给剑圣和教皇这些人发消息 让他们在腾龙计划的 裁剪仪式上来捧场 再召集三千战神过代 属下遵命 对了天尊 您之前让我调查 叶家当年覆灭的事情 已经有了眉目 说 目前调查到 有王家参与其中 王家 看来这个家族不能留在世上了 老公 老公 我忘记拿瘀金了 你帮我拿一下呗 来了 这都十点了 怎么还没有兵科到场呢 不应该啊 小姐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之前将警检都发出去了 一些大人物他没时间来 这可以理解 但不可能所有人都没空吧 这件事 肯定没那么简单的 看来是有人暗地里做的手脚 又不用我给你们 我帮场 堂堂腾龙计划的剪彩仪式 硬是门可罗雀般的场景 真是令人失望啊 我还以为叶云霄 有什么真本事呢 看来啊 也不过如此 你自己招不来人 还怪到我们头上 我们还好心来跟你捧场 这里不欢迎你们 谁稀罕呢 这又不是你家 我们喜欢占多久 就占多久 你管得着吗 这么大个笑 没能邀请来你一位贵婢 你说要是天尊知道了 还敢让你们接这个项目 你们 可真卑鄙 放心吧 孟阳 时间一到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 到时候让你举事准 叶云霄啊 这种规格的剪彩仪式 只能邀请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以为 随便找一些狐风狗友 过来送热闹就行 还举事瞩目呢 我看啊 这里连一个鬼影都没有 没人来才能上新闻 意外项目剪彩 无人问津 简直一笑大方 谁说没人 恭喜云小姐 恭喜叶先生 杨总部您客气了 感谢您捧场 云小姐不用客气 叶先生 云州这两天 出现了许多地下势力 和占卜会议 很多公司老总 都受到威胁 不能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连我都被警告 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量 是王家 只有王家这样的庞然大物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狂疼 他可真是卑鄙 小姐 怎么办 如果天空前来看到这番场景 一定会很生气的 杨总部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林小姐不用担心 有叶先生在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决 你们还在指望这个地方 啊 现在知道得罪王少的下场 真以为 抱上了万国商会 就能顺利拿下腾龙计划 啊 是 多想 天尊看到你们的实力 一定会取消你们项目次 云霄 我们得赶紧叫些人过来 在天尊赶来之前 绝对不能让场面冷清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时间一到 会有三千战神将会恭贺 这样不算冷清了吧 你说什么我没听太清 三千战神 叶云霄啊 你果然还是改不了你满嘴逃火车的毛病 他是不是以为战神都是大白菜呢 他三千 整个龙国啊都凑了出来这么多 八子 是谁这么大口气 在这里吹你 八子 是谁这么大口气 在这里吹你 王少 这位 就是断水流大师吧 没错 空手道志强者断水流大师 那可是比战神还少的存在 两位花姑娘好眼 今晚 我可以赏赐你们不是我的机会 谁放出来的窝狗敢在这儿去的飞 叶云霄 你根本就不知道断水流大师的身份有多高贵 就敢在这里出言不许 断水流大师可是窝国第一强者 公本剑圣的师弟 岂是你这个废物能够冒犯的 我管他是断水流还是口水 就算是公本剑圣亲自 也得对我恭敬对待 疯狗还真是什么话都敢乱说 公本剑圣曾与天尊交手而不败 威震天下 你连一样忘他的自个儿都败了 哟 我击败公本剑圣只要一招就足够了 而且我什么时候跟他交过程 如果他在的话 我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么说 叶云霄 你以为在这里凭口舌之力 不能唬住所有人了 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这个兵府在狂吠些什么 大师别动怒 何必为了一个废物申请 叶云霄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断水流大师的怒火 可不是你们能承受的 这家伙恐怕还不知道吧 断水流大师可是天真邀请而来 得罪了大师 也别再想人指腾龙计划 我什么时候邀请过这种垃圾了 你说谁是垃圾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耻当心 咋个 今天不仅仅是你 还有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要给我 阿 报 今日可是梦幻集团 接下腾龙计划的签约仪式 容不得你大爷 杨总 你就别再给他们戴高帽 这腾龙计划 有一个重要的项目 那就是要在各地开设务团 你们拿得出一个像样的舞蹈高手 凭什么要把项目让给你 梦幻集团 好像连一个战士都没有 你们凭什么参加腾龙计划 腾龙计划就该由我们负责 邓水流大师 足以担任各地武馆的总管主 说的 空手道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 管主 只能由我 你们强词夺理 要想拿下腾龙计划 得先问问天尊的意见 与梦幻 为什么还是这么天真呢 天尊竟然邀请了 段水流大师过来 显然 这次对你们两个早有不满了 何必跟他们废话 谁要是不服 我就把他们打呼为止 闭嘴 你这个沃国人 在龙国的土地上嚼张 真是不知道天朝底后 老子先让你闭嘴 区区一个战士 何开一遍 叶云霄 随梦幻 你们两个要是识相了 就赶紧滚 不要逼得段水流大师 大开杀戒 你们千叹战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谁有能力 就严肃大 木耀 放心 没人能够气费 我的拳头 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大 老公 那个沃国人 不简单 就凭这个垃圾还想大开杀气 一个战神不够 三千战神看你怎么打 还三千战神 叶云霄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 段水流大师 可是不会被吓到的 叶云霄 我劝你 还是乖乖放弃腾龙计划 不然今天 只会送尽屈辱了 你们凭一个垃圾窝狗 就想燃止我腾龙计划 未免想的也太天真 那你还能找到 比段水流大师更强的人吗 不行的话 就别嘴硬了 一个蜗狗 在你们眼里 已经天下无敌了 苏灵妃 你怎么来了 我奉兵奉大人之命 率战神殿抢者前来祝贺 有什么问题吗 倒是你 带来一个蜗寇 宣兵夺主 也不怕天尊将尊 段水流大师 可是天尊要求 叶云霄 你怎么还是改不了 吃软饭的习惯呢 都是借助女人的力量 就算是战神殿 也不可能集齐三千战神呢 战神之下 我是无敌的 不管来多少 都没有用 是吗 希望你等一下 不要吓得尿裤子 叶云霄啊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不怕丢人现眼呢 他们已经到了 这怎么可能 我也想不明白 据我所知 整个战神殿 加起来的战神 也不到一百位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这废物请来的演员 没错 不然根本解释不通 叶云霄 不要占玩这种 幼稚的法系了 起来吧 那你就问问 你这个口水流大师 这些战神 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 不 一定是在作梦 你不是说你战神之下 无敌吗 去吧 看你能打起 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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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人抬身 我就是欺负你 不能这样 龙国乃是礼仪之邦 不能以作其上 但是刘大师说的对 叶云霄 你要是真有能耐 那就打打主刀 就是 靠着女人 这不是什么本事 苏立威 你擅自调动 战神殿的情绪 小心被弹劾 我劝你最好 让这些战神 不要多怪闲事 这种垃圾 还不配我动手 但是刘大师 云梦瑶 是这次剪彩仪式的负责人 只要抓住她 我们就赢了 这些战神 是战神殿的人 根本不会听从 他们的命运 好 反正这个花姑娘 为言横跳 就让我待回去 我交易赢 非得脏了我的手 这怎么可能 他肯定是称断水流大师 不注意偷袭 可非不太阴险了 有种跟断水流大师 堂堂正正一战 这个尿水流的垃圾 你们还一口一个大师 就是 真不要脸 你们别得意的太早 等一下我师兄来了 你要你们好看 听到没有叶云霄 你们现在下回道歉 还来得及 断水流大师的师兄 功本健慎 不是唯一一位 跟天尊交过手的治强者 你们此定了 我退下吧 功本来了 也得跟我卑躬居膝的祝贺 就说嘛 这些战神 怎么会真的动手 没了这些衣裳 你还敢行证 功本健胜 可不是你能够冒犯的 他可是跟天尊 接近存在 我师兄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问了 天笑 现在就算跪下认错也晚了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老朽功本 神来祝贺 断水流大师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这 功本健胜 怎么会跟叶云霄行李呢 我怎么可能弄错 师兄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怎么受伤了 你怎么受伤了 就这个家伙 他偷袭我 你要替我报仇 叶云霄 你现在就都后悔了吧 剑生一人 可几千军万马 就这 苏林飞的手下 你挡不住啊 妈 别动 你打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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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叶先生 小祖宗 叶先生 我的师弟 是否冒犯了 他要大开杀戒 还要我跪下求饶 我也很没答 叶先生 我一打断他的狗腿 他这辈子 再不可能踏入龙国一步 都是我管教不善 还请叶先生 恕罪 公本剑生 不是和天尊 起名的大人物吗 怎么会对叶云霄 这么敬畏 太不容易了 就算是天尊 公本剑生 也可以直接对话 凭什么 这么地上下棋 谁说我跟天尊 相提并论 黄狗小孩 你亲狗子王 天尊举世无双 我只能放弃相悲 原来是个 孤民钓鱼的家伙 我还真以为 你能和天尊比见呢 如果你不是女人 我一定杀了 王少 公本你可别太过分了 这里可是龙国疆域 我们王家 也不是你能够恐吓的 看见叶先生的面子上 王夫就不夜见 叶云霄 你和窝国人勾结 若是天尊知道 你休想再拿到 藤龙计划 无耻 你们这是倒打一塔 如果不是你们 暗装勾结窝国人 这老头 怎么会向着你们 依我看 他一定是许诺 给了这个老头 什么好处 你们血口喷人 欲加之罪 何患无妥 更何况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治我的罪 就算你们说的 天花乱坠 也没有用 怎么 连天尊都治不了你的罪 叶云霄 以前我还以为 你只会吃软饭 没想到 还卖国求荣 等会天尊到来 一定不会放过 你们这些卖国贼 是吗 难道你们就没想到 我就是天尊吗 你又是天尊呢 怎么不依靠 与孟悠和苏黎菲 这两个女人 是冰凤大人西方教皇和内阁三长老 这么多巨头将领 看来天尊也要到了 叶云霄 你还敢把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再说一遍 恭贺云小姐 恭贺云小姐 父亲 您来了 哎 小薇 不错 看起来你和叶先生 相处挺好 哪有 叶云霄 你还真是会 胡家胡威啊 最后啊 只能靠女人而已 这软饭男 运气是真的好 真搞不懂 这些女人 怎么都会喜欢这个废物 好了 时间到了 有请天尊上台进行剪彩 什么 天尊已经到了 不愧是天尊 修为通天 隐藏在人群当中 却无人能够发现 待会儿 我们就和天尊上报 命名霄 勾结倭寇 卖国求荣 千万不能让腾龙计划 落在他们手里 这一次找到天尊出行 我看你这个废物 还能掀起什么老虎 请天尊至高信物 真龙令 真无量 天尊至宝 可号令群雄 增压一切点 终于可以见一见 天尊的真容了 叶云霄 你现在还来得及 跑了 我为什么要跑 叶云霄 你敢亵渎天尊 死到临头不自知啊你 接下来 有请天尊 这家伙干什么啊 解冰都藏了吗 天云霄 你胆子可真大呀 天尊还没到场 宣宾夺主 结罪当初 看来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坐着 这疯狗 不顾死十次了 在场的这些巨头 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他自己导死我 何必拦着他呀 我就坐在那 普天之下 谁敢付我姓名 兵凤 告诉他们 我是谁 属下兵凤 参见天尊 白剑天尊 来吧 他是天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 他凭什么 一群褚祸 永远 天尊就在 还敢大放厥词 我口中的废物 请出我一直仰慕的男人 造孽呀 我们林家 他失去了一个真正金龟虚 不然 他竟然真的是天尊 你们这些搞东西 还我得罪你的 齐队 是他们欺骗我 我是无辜的 当年我叶家父亲 你王家可是参与 你都知道 冰凤 传令一下 将王家 连根拔起 齐队找命 齐队找命 齐队 我错了 求您男人不计较 你都把我当个必报得了 那林家的几个话 你要是喜欢 我送给你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来人 把这些人全部押走 今后打入剑棋 一辈子只能在路边骑跑 丁尊大人 我们这家 对天尊有恩 都不能这样啊 天尊曾赐予你们荣华富贵 可你们却不等珍惜 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丁尊小 天尊大人 只帮我说句话吧 求求你了 看在林国府的面子上 林家勉娶其嘴 不过从今以后 你我恩断义绝 再走 天尊 天尊 我错了 我错了 天尊 饶你 天尊 天尊 老公 你真的是天尊 那你是喜欢天尊 还是喜欢我 我不管你是谁 这辈子 我赖定你了 还有我 虽然你是天尊 但我不会放弃你的 苏林飞 如果你愿意做小 敢叫我一声好姐姐 说不定 我可以帮你吧 我没听到你了 我没听到你这些好事 你怎么了